3.審查委員林俊縣等27人擬拒 公路法第72條條文修正草案 4.審查委員鄭雲鵬等18人擬拒 公路法第75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上事案合併巡答分開審查宣論完畢 請鄭雲鵬委員做提案說明 鄭雲鵬委員不在 請林俊縣委員做提案說明 林俊縣委員不在 請賴瑞隆委員做提案說明 賴瑞隆委員不在 請賴瑞隆委員做提案說明 敬禮啦 沒有 我是走到前面敬 比較有尊敬 前面太遠了 沒有表示敬禮 我首先感謝我們的賴瑞隆委員 在本次委員會的支持下 讓本席所提的公路法部分修正草案 能夠順利的排入今天的審查 第二點 本席所提的公路法部分修正草案 主要修法重點是在現行的氣燃費 採隨車徵收的方式 依車量的種類還有使用的油系列類別 還有氣缸的排氣量來劃分等級 由公路機關隨車徵收 但是我們的汽車燃料使用費 應修正為使用者付費 以落實污染者付費 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因此修正 特別修正 修正第27條 將汽車燃料費改為隨油徵收 以鼓勵節約人員 第三個 另外我們根據我們監禮單位的統計 駕訓機構糾紛案例特別多 以條還有輔課安排無法退費 威脅學員撞車後必須修復修善的責任 最常為見到的消費糾紛 但是監禮單位機關除了監督我們駕訓班改正外 卻無法認定駕訓班的違規 導致民眾求助無門 因此修訂第62條之一 加烈明確授權 以確保學員學習駕訓訓練的權益 敬請委員各位同仁予以指證 並加以支持 好 謝謝 好 趙正維委員的提案裡面 第27條的條文說 明文字中 每公升零售價格2% 他要更正為每公升一元 請委員會同意更正 他有正式提書面的更正 好 同意 好 接著我們請鄭運鵬委員 再給鄭運鵬委員一次 主席各位首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本席這一次提的公路法第75條修正案 那感謝鄭運鵬委員 讓我們可以討論 那關於這公路法第75條的文字修正 大致上是在75條裡面增加欠缺金額 累計達到新台幣3000元以上 那才開罰 那我們從今年年初 今年3月的時候 我們交通部的公路總局 他發出了118萬件的處分書 那因為數量太大 忙中大錯 所以其中101年度中的這個 吹角裡面的罰款裡面 有15萬件的不符合程序 最後是撤銷 那可見得這個罰款的數量龐大 而且程序繁複很容易出錯 那不只是我們增加我們公路總局的作業成本 其實也擾民 所以在這第75條修正案裡面 那本席的大致上用意如下 第一個是根據我們的規定 那如果汽車所有人不繳 或忘了繳納氣燃費的時候 那他在席線裡面 會被處罰300元以上到3000元以下的罰款 那根據罰款的基準 那汽車累計欠繳到6000元以下 那預期時間最低是儲300元 最高到1800 那如果是6000元以上的欠繳 那最低500 那最高到3000元 那可是機車沒有累計的規定 所以他預期未滿一個月就儲300元 那預期超過一個月以上就儲罰600元 可是大家知道這個預期的結果 你只要知道預期的通常都超過一個月 所以實際上所發出的罰單 都是600元 那如果你去比較 汽車跟機車的這些 它的氣燃費的費率的話 你會發現說這個對機車的燃料費 它的罰款的額度很顯然跟汽車不成正比 那舉例來說 汽車的氣燃費 50CC一年是300元 那125CC450元 他們罰款卻高達600元 所以比你每年的氣燃費還高 這顯然不合理 那如果是汽車的話 那小客車的汽油 它開增的額度最高是15720元 那罰款最高到3000元 即使是最高的額度的比例 它的氣燃費跟罰款的比例 只達到19.1% 那機車是達到100%以上 所以這個是對機車族的相對剝奪 所以這次本席的修法的提案 感謝我們其他委員的支持 我們把它改成說 增列條件就是欠繳金額 累積到3000元以上 那主管機關才可以開罰 那目的就兩個 第一個是 降低我們公路總局的行政作業的成本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或欠繳太大它永遠不繳 你就交給強制執行就可以了 這個是本來就可以做的 那所以第一個目的是 降低我們行政作業的程序跟成本 也減少像今年3月的時候 大量開罰的這些錯誤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降低機車族跟汽車族中間的 相對剝奪感 那我剛才 我在報告補充 重複一次喔 機車它一年 50CC一年的氣燃費300塊 你一罰就罰600塊 它等於是它的氣燃費的兩倍 這個很顯然在其他的 罰環裡面都沒有這麼高的比例 所以這一點上也請我們 交通部跟各位同仁考量 可以同意這次75條的修正 好 感謝 好 現在委員們的提案說明都已經完畢 現在請范次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 就趙委員正宇等 你據公路法第27條 第61條之一 第62條之一 修正提案 賴委員瑞隆等 你據公路法第27條修正提案 敬請各位委員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有關趙委員正宇 及賴委員瑞隆等提案 建議汽車燃料使用費 改為隨油徵收 並訂定費力上限每公升1元 本部考量非用油車輛無法徵收 及非車輛用油區分不易 且用途證明其身份辨識機制擾民 建議於整聘至能延稅徵收前 仍維持現行徵收的方式 以確保道路養護修建費用裁員穩健 有關趙委員正宇等提案 建議將公路法第61條之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為勞動部 並將常見的駕訓班消費糾紛項目 納入授權辦法的規範事項 以保障學員學習駕駛訓練權益 本部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有關林委員俊憲等提案 建議針對管線單位 道路施工後之責任及罰則 本部建議著以修正部分的文字 其餘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有關政委員運捧等提案 建議將棄產費欠費金額達3000元以上 使得開罰 本部考量該措施對按時繳費之民眾 並非公平 建議後續於罰還基準事實檢討 預期及罰還額度之合理性 以上請先摘要的說明 本部提出報告的重點 以及建議處理的意見 以下就請我們陸正師林市長 向各位委員做詳細的說明 以上的報告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陸正師林市長報告 市長你要報告明確一點 今天有兩個除了棄燃費還有陸平 兩個都明確一點 看你們的立場怎麼樣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以下請就相關委員 擬據公路法制修法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 進行指教 那麼首先就照委員正義等提案修正 公路法第27條 第61條之一 第62條之一 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那麼首先有關委員提案 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費率 限定不得超過每公升一元 並採水油徵收方式辦理 說明如下 那麼第一點 汽車燃料使用費 它的本質是道路使用費 跟藉由收費 籌措空氣污染防治經費 裁員或抑制車輛廢棄污染排放之目的性質有別 隨著非汽柴油車輛 比如說電動車等發展 車輛用油多寡 跟使用道路的關聯性已非必然 水油徵收 以未必具備公平的實施環境 那麼以美國為例 目前水油徵收 它的這個公路信託基金 也面臨車輛節能提升 及替代能源車輛比重增加 費率長期未提高等因素 其收入以見不足以致應 道路修建養護之需 必須要由政府稅收增加參與益助 那麼第二點 汽車燃料使用費 搭採隨行隨油徵收 那麼在加油時 必須區分使用道路車輛為徵收對象 避免餘率附加於油品銷售時 課增汽車燃料使用費 所衍生司法性問題 因此像農漁機械 民生工業等非屬車輛用油 需有關部會配合建構複雜的辨識機制 整合難度高 且相關的身份及用途證明作業 也有嚴重擾民議題 一旦車用油跟非車用油之間存有價差 不論管理機場方式為何 為課增汽車燃料使用費油品質流用 及轉售問題將無法避免 也可能衍生油料存放公共安全議題 那另外第三點 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費率 從63年起即維持汽油每公升2.5元 柴油每公升1.5元來寄收 那麼根據經濟部能源局 104年的一個統計資料 公路車輛的汽車油為147.17億公升 那如果採水油徵收並且限制費率 不得超過每公升1元 即使在滿升的情況下 仍將導致汽車燃料使用費收入銳減 那麼以105年預估的收入460億來相較 那麼有相當大的這一個短收 那麼將會進一步衍生 各地方政府分配的汽燃費額度驟降 嚴重衝擊道路養護的根本財源 使各級公路養護工作無以為繼 那麼導致此外 那麼因為這個必須要籌措更多的公路預算 來投入道路養護所需經費 也會導致非道路使用者補貼道路使用者 更大的不公平現象產生 那麼第四點 汽車燃料使用費 改採水油徵收的前提 需確保道路養護財源穩固 及避免徵收成本大幅增加 那麼本部在102年曾邀集相關的部會 那麼開會研議討論 那麼大家一致認為 在50年代曾經實施過的這個汽車燃料使用費水油徵收 當時曾遭遇包括油品流用 費收短增等問題 那現今仍可能發生 所以呢 此外 加油站也因徵收成本 跟現行的作業複雜度 將大幅增加 強烈反對汽車燃料使用費 附加於油價 第五點 以國家稅費徵收的立場 那麼汽車燃料使用費水油徵收 以併入能源稅 也就是不區分對象 餘力救援徵收實施為家 一方面可以兼顧公平的原則 另一方面也可一併解決 汽車費單獨水油徵收 介面處理問題 避免二次換軌 那在未併入能源稅水油徵收實施前 考慮讓道路為公用設施 即使車輛未使用 仍需常態性定期養護道路 現行隨車徵收製助 道路養護財源可由車輛使用人 依據平均用車習慣 共同分擔 該固定成本支出 上訴公平簡易合理的可行錯法 那麼另外有關委員提案 第六十一條之一 將這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修正為勞動部部分 說明如下 那麼本條第四項原授權 本部會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訂定汽車修復技工與 汽車修復技術士檢定管理辦法 那麼前於九十三年間 本部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細已完成研議 這一個汽車修復技工與汽車修復 以及技術士檢定及管理辦法草案 但該會以無涉及全職為由 至未能依法完成匯嫌發佈 後雖今兩部會多次延商 迄今仍無共識至無法完成 考量汽車修復以及技術士檢定及管理 勞動部依其職業管的職業訓練法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等法令 也有完整制度 並務需在含掛納於 本條第四項授權訂定之辦法中 原本條第四項建議修正為 前項汽車修復技工的檢定方式 類別資格科目訓練考核及監督管理 及汽車修復技術士 申請合法汽車修復技工指導條件等 四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另外有關委員提案將 駕訓班退費調補課安排 訓練期間發生事故損害賠償責任等 三項納入公路法授權訂定管理辦法 部分說明如下 現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 第29條頁以將相關的收費跟退費規定納入 此外本部航班施行的 汽車駕駛訓練定型化契約 因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也已間分別就受訓學員的調補課 跟訓練期間發生事故損害賠償責任歸屬規範 已以明定 對駕訓班受訓學員之權益已受保障 那基於本提案的精神 與現行已有之規範及做法一致 因此本部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結果 那麼以下就廖委員瑞隆等提案修正 第27條 那麼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那本案跟趙委員正宇等提案修正 第27條之本部處理意見相同 那麼接下來就 林委員俊憲等提案修正 第72條的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那本次委員所提公路法第72條修正條文中 增定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 構於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其他設施時 如未維護管線或其他設施平整 即應其設置或管理有缺失 至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或經主管機關尋查發現設置範圍內 路面回復不確實或有至人體損傷之為施情形 均得予以處分之規定 有助於提升路面品質 本部樂觀其成 令委員建議修正本條文第三項內容中 其餘設置或維修後應與修復一節 那為了前後的這個條文規定一致 那麼建議修正為其餘設置或維修後應與下地 那令有關平整度的標準 以及抗法值的這個檢測方式及數字等 修訂條文內容 為了避免頻繁修正 建議不列入條文 其平整度及恐慨抗法能力 另於規則要點或規範等定之 那麼以下就政委員運鵬等提案修正 第七至五條本部建議處理意見說明如下 那麼公路主管機關 每年均定期公告開增汽車燃料使用費 並以繳費單通知 汽機車所有人繳納 位於開增期限繳納者 均依法以雙掛號書面通知進行吹繳 躺域吹繳期限繳納者 史以公路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處分 原現行法令規定 對預期繳納者已有合理的寬限機制 另外民眾因為戶籍地與居住地不同 而擔心無法如期收到 汽車燃料使用費繳費通知 本部公路總局也已經持續 宣導民眾可申請辦理約定扣款 另外也可以申請登記繳費通知 寄送的住居所地址 汽車燃料使用費是道路養護修建 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的重要財源 躺欠費金額累計達三千元使得處罰 則機車所有人將可累計約七至十年的欠費 使有經公路主管機關出以罰款之可能性 那麼恐造成更多機車所有人延遲繳納的情況 那短收費額將影響道路養護工作的推動 而且這樣也會對於多數按時繳納的車輛 那所有人產生不公平的問題 至於有關因機車的汽車燃料使用費開增金額較低 但是他的罰款金額卻與之相當 相較其他車種比例未勝合理部分 本部將事實檢討修正公路法第七十五條規定 預期不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罰款基準 針對機車預期繳納罰款 所以建議本案維持現行條款暫不處理 那綜合以上說明 本部對於貴委員會審查 趙委員鎮宇、代委員瑞隆、林委員俊憲 及鄭委員運鵬等相關委員凝聚公路法 事案修正查案之建議處理意見報告如上 敬請各位委員參採謝謝 林俊憲委員你要提案說明嗎 好 謝謝主席 本事簡單說明 我還有我們其他27位委員所提出的修正公路法第七十二條 第三項、第四項等相關規定 台灣一直在喊路平 說道路要平整 但喊了這麼多年 所有的用路人同樣的感覺 我們的路老是不平整 那為什麼我們的路不會平呢 我發現 這幾十年來 台灣的法律位階 我們的法律層面 居然沒有明文規定 我們的道路 應當要達到什麼樣的品質 所以呢 本期在這裡提出 提出修正 路不會平 大概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施工的品質 我們可能不會有路鋪好了 就在驗收的當日啊 就算合無標準 但使用沒多久啊 路就開始凹凸了 凹凸不平了 再來第二個 就是施工 開挖 其中最嚴重的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人孔蓋 孔 有各式各樣的 單位會使用到 像台電 像自來水 瓦斯 消防 等等 所以我們台灣的路啊 是世界奇觀啊 大大小小的 手孔蓋 人孔蓋啊 不計其數啦 光子計算 自來水 跟台電啊 全台灣就有超過 110萬個孔蓋啊 還沒有下地啊 台南市火車站前的那條路啊 光一條路短短 一兩公里啊 就3000個孔蓋 那孔蓋跟路面啊 從來沒有切騎過 所以造成用路人啊 你開車的話也不舒服 騎機車自行車啊很危險 過去經常發生 重大車禍 尤其是騎機車 你撞到孔蓋啊 很容易就滑倒摔倒 然後就被 被車輛撞死啊 幾乎啊 你經常在新聞上會看到這樣的悲劇 所以我們在這裡提出 提出相關修正 我們明文要求 所有的孔蓋啊應該要下地 它對於路面品質 我們也用明確的數字 來要求以後 施工單位 要有這樣的義務 要把它恢復 同時呢 我們執法單位 也因為 依法可循 可以要求 所有道路 不管你是新鋪設的 或者是整修的 以及各種孔蓋下地 從此 有 法律 民間 明確 的規定以後 我們也可以嚴格要求 相關的廠商 相關事工單位 必須要把道路平整 還給用路人 讓用路人能夠達到舒適及安全 這樣的道路使用目標 謝謝 好 現在進行巡答 先宣告以下事项 寻答时间本会委员8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4加1分钟 我们暂定10点30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在10点截止 各委员如果有提案 请在10点以前提出 以便议事人员会整 中午原则上不休息 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 郑保卿委员发言 我请范次长 请范次长 还有 我们那个陆正式的林市长 林市长 还有 OK 先这两个 郑委员早 早 次长 这个我看到这个燃料费 在立外吵了很多届 也吵了很久 这次就有两个委员提案 两个委员提案 我想最重要的 刚刚我们的林市长特别提到 这个燃料其实跟燃料无关 他是道路使用税 道路使用费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言不顺就事不成 所以证明变成最重要 所以我想交通部要重新去检讨 这名字要改正 就是因为你用燃料税 所以每次因此有很多纷争 我就没有用燃料 他为什么克我的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看 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到 这个燃料税 因为你的定名错误 所以一台车子 我们可以看到 一千八百cc跟八千cc 如果他这一台跑车一年就开一次 但是他要缴多少 他要缴一万五千七百块的燃料税 就上面那一台缴四千八 所以你就知道讲说 下一张 我们看到 这样是公平吗 就是他的不公平是缘过于 你的那个燃料税的命名错误嘛 他跟燃料无关嘛 他是跟他的道路使用有关 对不对 赤裳对不对 对 要不要去证明 这个 这个名称当然可以考量 对啦 就是你现在为引起很多纷争 百姓很多误解 都是来自你搞错名字嘛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用道路使用费 还是道路费 道路税都可以 至少就不会造成这么多纷争嘛 新加坡是用道路税 对啊 就用道路税 所以我想研究一下好不好 是是是 并没有说一而再再二三 对 大家都讲 来我现在请教你 请教次长一下 是 这个啊 有点麻烦 华信说中修节要罢工 对不对 是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有没有掌握 了解 昨天就知道了 昨天就知道了 有没有掌握 原始上我想这个 因为他们是BG中修节嘛 那还有一段时间 那昨天部里面也有讨论 希望这个华信公司的劳资双方 还是能够多方的来协商 不要让协商一次就中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谈判破裂知道吗 大概第一个议题就谈不下去了 大概他们第一项议题 就谈不下去 就同工同手 同工同手的部分就谈不下去 谈不下去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想这个双方都还在努力 我们也透过美囊局 能够加强来这个 监督督导导这个华信公司 就这个议题 现在交通部都是自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店客运说 礼拜六礼拜天要停死 知道这件事情吗 了解 对 有没有因应知道 现在这样 因为新店客运是新北市 跟台北市政府 他们是主管机关 不过那我们因为是中央目的 世界主管机关 我们也密切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这个 他们这个客院联合会 礼拜四会去跟劳动部去做沟通 那我们现在正在密切注意这个 整个情势的发展 第二个我们要出面来 来协调 要花更多时间 现在就是说 现在劳机法一改 那么其他很多行业都站出来抗议 甚至于罢工 我想台湾罢工的工潮 我相信已经点燃了 所以这个 一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就该从一沙看到整个苍穹 所以我们就知道讲说 这个交通部 可能最近要特别谨慎 对华信的罢工 还有对这个 中秋节罢工 还有对这个 我想都不是个案 新店客运 礼拜六礼拜天 开始不开车 这我想都不是个案 因为这涉及到人民行的自由 市长你有什么引力之道吗 我想交通部会非常非常的慎重的面对 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新店客运 因为它是市公车的性质 我们还是会加强协调地方政府 以及他们透过他们劳资双方 来做正面的沟通 我现在跟你说这不是单一个案 对我了解 这是前面性 是是是 如果今天新店客运会点燃这个火 华信开始点燃罢工这个火 都不是小事啦 对 这都会了言 是是是 所以我想 市长你要想办 是昨天下午就开始在讨论这些事情 好 我第三个电话你请教 你那个Uber 他为什么在Uber在台南省省 我说在别的国家不一定会省省 你有去分析的任務 我们了解了 现在因为是Uber 他一直不愿意合法放 不愿意合法放 不愿意合法放 让你管 你又不给人家路 又不能够保障人家 事实上路是有的 路是有的 我上面在说 是 黑道给你收保误会 我给你保证你可以做生意 我们政府收保误会 人家没有办法做生意 他问题是他连税都不愿意缴啊 当然不愿意缴 缴你没有办法保障他生存 他干嘛缴给你 是是是 对不 会的啦 这个只要他是 只要缴税跟你说 你可以保证保障我生存 我给你了 但是不是 政府问题给 这些计程車业者 就是说 我钱给你 你要不要保障我生存 这比黑道更差 黑道是交保误会 保证你一定可以卖东西 我不来砸店 但是我们收保误会 要继续让砸 不是 因为政府机关 总是要保护这个合法的业者 对啊 你但是说 Uber他就算好了 他知道你的考虑不好 我们这个 赫程部长昨天也有提到 希望我们 能够引进一种 类似 台湾的这个Uber的这个类型的计程车 这部分我们会加紧来处理 市长 我都担心 是 向南那个水 那个林局长 林市长 你说要做一个APP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不对 那APP是 你看我们的APP 就做得离离离离离 是APP是 现在就已经有了 不是 那我们希望是 市长你要知道 我们的APP 他们这些 竞争车艺者做的APP 跟那Uber做的APP 天差地 人家很好用 人家很快用 借面又多 然后又复杂 是 事实上我跟委员报告了 我们有些车队 他的APP的这个 网路交涉的品质 事实上也不足Uber 但是他还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他的外观 或是他的费力 还是受到这个限制 我说这个都有 他存在都有背景原因 你知道日本为什么 那个Uber进不去 他的管理很好 是 他的APP 比那个Uber还没进去 人家全部建置好了 对 而且他们的司机 你看信念多好 每一个都是打领 戴白手套 是 对 所以人家的 人家的管理说 Uber是进不去 是 所以 我们都放任了 趙机长 我在请教 你们的骨子里面 就不想纳管 今天才造成这么多问题 对不对 报告委员 目前来讲 那个都是 继承车的部分 不是 继承车的部分目前是在六都 那 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用中央指管 立场去做一个取缔 那基本上 就是说如果纳管 到继承车业的话 应该是 你们就不去指定 你的附梯批球 对不 你说那经济部的事情 那跟你们无关 我们也曾经做过 那个 停业的处分 但是在经济部那边 是没有接受 来 你来看 Uber 你来 下一张看 Uber在台湾的发展 这都是有万人的啦 对不对 你看他 诶 他的名称叫 台湾博与数位 股份有限公司 他从来没有做到 计程车服务啦 他做什么 资料处理啦 电子资信供应啦 第三方支付服务啦 哪里有 哪里有经测车客运服务 你也都没管啊 所以等到星火燎炎 之后才发现这大问题 他哪有人在哪管 你没有诱因 缴汇给你 你又不保障我的生存钱 我为什么要缴汇给你 你告诉我 当然他不愿意哪管啊 有没有办法管 前世代有办法管嘛 你看荷兰怎么管 荷兰对不起 要什么 我们都看到很多国家都怎么管 这都可以看得到 人家怎么去管理嘛 你知道吗 我们想说要花钱 到现在为止 就花三千多万 就花三千多万啦 那哪有在管理 那就是说 他知道我们政府刷刷嘛 所以我今天不要花钱 我就可以营业 我的价格比晶车便宜 晶车哪里有办法生存 今天你说好 你真的企业 企业都没办法做 他就跟你说 说合法啦 所以让我们 让他说什么 拍摄 你要做 你要结婚 你要结婚 这一条再可以 再可以 再可以营运 那日本 整个环境他们 要办法进来 强力起地 你这不是嘛 就说你们 我们就没办法做工作 所以今天会造成 晶车 这么多人在围道路 这种国家租赏的浪迴 你知道吗 晶车司机不去开车 把车子放在那里 国家整个资产就浪贵掉 他回家睡觉 都比他这边围机关还重要 对不对 包委员 是不是可以容我跟您报告一下 事实上在Uber 大概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找他来 提供他 要怎么样能够在 目前国内现有的法律規定之下 他可以找到他所需要 想要经营的业务 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管道 跟方式 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 那当然他不愿意 纳管 那我们就 因为他这个违法经营的事实明确 我们一方面 严格来记下取例 事实上我们当时也曾经分别 行文给包括经济部 投審会 商业师 然后财政部 希望他们能够 相关的部位 就权責的部分 一起來 我知道 我听说 那都不好 Uber这是一个机制 你怎么把Uber 整个打死掉 又新的又上来了 那都不是处理事情的办法 所以我们一方面 要思考 怎么样辅导我们的整个 计程车的一个服务的品质 来回应我们消费大众期待 所以这部分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在研议 也是要包括所谓的多元化计程车 希望可以松绑法规 让我们的计程车产业 可以有更多的弹性 那么可以来发挥更大的 你跟这说多少钱 不可以打折 这都做成竞争的消失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新政府如果不愿意松绑 我跟你讲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赵正宇伟 谢谢 谢谢主席 那范次长 还有我们林司长 林司长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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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二十年 我后来还知道 原来我们气燃费 给地方政府 那我们是道路的修复 道路使用费 我以前以为 我们气燃 气燃税是干嘛 是燃料的一种费率 我觉得这个还在更改一下 我觉得郑委员讲的非常有道理 我想对华信 还有我们交通部 管那么多路海空 几乎都有铁路公路 大众运输工具 特别是在我们交通部 最近那么多罢工 而且那么多劳资纠纷 我想这预防措施 一定要做好 不要每一次 铁路也有铁路的问题 公路也有航空 航空有航空问题 等全部出来的时候 现在是照单全售 干脆你前面就要预防 就给它协调好 是不是 你造成人家罢工 造成我们民众 这个运输 交通运输不方便 是非常不好 另外讲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是 我想我们的燃料 气燃税 已经讲很久了 那气燃税 大家都知道 我们交通部 是以60公里一天来用 然后以每一公升 大概2.5元 来算 然后因为汽车的燃料 的种类 不管是柴油 汽油 还有你的那个 吸吸素 来征收的 我想 这个 我有提 你每公升 是2.5元 你可以不要降一下 这个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气燃税 非常 有意见 我想 使用者付费 这是最高原则 那一般的人 部长 市长 你大概都做公务车 对不对 对 那你自己有没有私家车 我有 那你一年大概跑几公里 你的车子 不多 大概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开 大概 可能不到5万公里 不到 一年5万公里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开机程车了 是是 不是5万 讲错了 我是说我累积现在 累积 开了十几年 十几年 那你一年大概5000公里左右 大概还不到 不到5000公里 大概不到 平均你算5000公里 几乎都没什么开 你觉得你缴这个气燃税 你觉得公平吗 你只有开5000公里 你算正派的次长 公务人员 一般人公家车 礼拜六礼拜天 司机休假 他自己来开 开公家车 来试用 那那个 我开自己的 你开自己是合法的 是 那些叫独职 那你这样一个一年 开不到5000公里 算4000公里好了 那你缴这个税 你觉得合理吗 因为已经习惯了 我就说 虽然觉得它不是很合理 但是至少还公平 因为 道路使用现在是 看个人的这个用路需求 有时候会高 有时候会低 为什么要提这个 我想这个很多借大家委员都有提 这个当立法委员第一天 就很多长辈跟我讲 为什么是长辈 你知道 为什么不是年轻人跟我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这些长辈 平常他们都是骑摩托车 因为距离近 他们也没做什么事 那车子家里一定会有一台 那这一台车放到家里 就像你所说 大概礼拜六礼拜天 或偶尔用 或是下雨天 尤其是下雨天 为什么下雨天 我们要提早出来 为什么 因为骑摩托车人不多 有车子大概就开车 因为下雨 那使用力非常的低 那他缴这些税 所以他认为不合理的 那所以说我今天提 说这个煤公升 那个2.5元是非常高 我想次长你还是要降低一下 那下一次 那我们随车征收是平均 平均的嘛 平等的嘛 那不符合我们公平正义的原则 我是认为 这个随油征收 让租税公平 使用者负担环境的成本 使用者付费 市长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基本上这是把它理想化一点 这个讲法是对的啦 对的 车油征收是有他的出税的公平性 那我们中华民国和我们新加坡 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几个 这地区的国家 是一样的 就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是 那我们新加坡大家都知道 他买车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车位证 对 你车位证 还有他的车子的 那个 那个什么 货户税啊 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要用车的人 买车的人 他的经济水准要一定 以上的人他才来买 一般大家都知道 他的交通非常弹丸之地 那么小 他的大众运输系统是非常健全的 我想大部分都是做这种大众运输系统 除非是私家车 比较 刚才讲了 他的 那个财力啊 状况比较好的 他才有私家车 但是他数量少嘛 他控制的容易嘛 嗯 对不对 他用随车征收 那我们这么大的台湾 有沒有 中华民国也是跟新加坡一样 随车征收 你觉得有道理吗 这个因为有他的历史背景 最主要是我们这个随车征收 这么多年实施下来 事实上 虽然有一些觉得不公平的声音 毕竟他还是有他的合理性 而且他征收的方式上 也比较简易可行 这个怎么会简易呢 我还要催 各个我们的监理站 我们招局长每天 每个监理站 每个区的监理站要发这个 有没有 税单 是不是 那没有缴的还要催收 对不对 这油物还要去送 对不对 还要送到那个 到达指定地点 你没有收到的 或没有缴的 你看看 又要罚单 上次又突扯一次 搞那么多人压麻烦 有没有 你为什么不随油征收呢 是不是 会比较方便 事实上 我跟你讲 现在车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有三个气缸的 你虽然它稀稀素小 还有涡轮 tobo 还有自然进气 以前自然进气是大中 以前涡轮不是很成熟 我想这涡轮 这十几年来 这么久 将近20年 这个涡轮 尤其这几年 它不只是钢内直噴 还挂那个什么 涡轮的 它1200可以像 1800到2700的力量 那你今天 它这么大的力量 是不是 那现在都是以气缸素 越来越小 是不是 那气缸 那我们是算气缸素的 吸吸素的 来征收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认为说 那我们以马力素来科增 像国外是马力素来科增的 我们国内是以吸吸素来科增 是不是 那老百姓又认为说 那我现在买小一点的 那个气缸素 有沒有 馬力更大 对 那我税缴的比较少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很多车子都节能 从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讲了半天 这是道路使用费 讲了好像是我们 经济部的燃料 那我们的油电混合车 现在还不易 原本是货物税减半 这跟我们交通部没有关系 那个是经济部的事情 像泰国 我去泰国 他们那个油电车是非常盛行的 它不只货物税减半而已 它还补贴给你 叫你去买 我们反而背道而驰 有没有 我想这个燃料税 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年了 尤其是我建议 本意非常强烈建议 还是我们水油征收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讲的 我们刚才报告里面讲 可能你要认定的 比如说我们的继承业者 运输业者 他可能不能适用这个 水油征收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以职业的 还有我们的大众运输 还有我们的经济发展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要剔除之外 那我们有没有想一个办法 说我们确定是用水油征收 市长 你有没有打算这样 我跟委员报告了 这个 我们一向的立场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车用油 跟非车用油这个区别 那车用油如果要单独来做的话 当然是有它的复杂性 因为还牵涉到这些非车用油的部分 那我们的理想的话是希望 并这个能源税这一部分 从这个部分这个征收的对象 用救援征收的这个方式来做 会一次达到这个目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做水油征收 然后能源税 再后面又加进来的话 将来会变成两次要换轨 那变成老民 所以我们是希望 事实上这段时间 我们也一直跟这个经济部 能源单位 财政部 这些单位来协调 希望就这个整个的这个 包括气氛费使用等等这方面 能够从能源 包括刚刚讲的 这个新的这个油电混合 甚至瓦斯车这些都出来了 电动车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做一个通盘的解决方式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老百姓 尤其一般的民众非常重要 对比较务实一点 我们当民意代表 当你们公职人员都是一样 要替老百姓想 老百姓一般他如果是水油征收 我们这个大陆使用费的时候 他会节约喔 你会觉得他可能开车的次数会比较少 对这个比较符合时代潮流 虽然我们税收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的环保 还有我们的用路量会比较少 那用路量少的话 我们的保养破坏的程度 就不会那么大了 环境污染也比较少 我觉得环境污染是非常重要 这个地球暖化是非常重要 APEC蓝你有没有听过 是喔 有听过 那时候在北京 北京哪一天有看得到天空的蓝的 是 大陆人来我们台湾多高兴 哇你们天空是蓝色的 为什么他从来很少看过 他只有APEC那时候 有没有 不准工厂 不准汽车 上街头 有没有 他只有北京只有那几天 看得到蓝天白云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今天 埋害最重要也是汽车 汽车的污染是最重要的 你水油征收的话 民众会节约 你今天节约是不是省电 反正就很多人节约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水油征收 是最后的目的 一定要去做 好不好 市长多加油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接着请郑玉宏委员直行 主席 各位首长 各位同仁大家好 是不是可以请范次长 那如果 請范次长 林司长有需要的话 你再自己 好吧 自己上 好 次长好 好 政委员好 次长我请教您一下 是的 是 这个 你晓不晓得Uber 它在台湾有哪一些名称 哪一些 哪一些名称 名称啊 Uber是英文 就是 主要是那个宇伯嘛 宇伯是他的分公司的名字 整路上去有不同的名字 是 喜欢他们的叫 优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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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他的叫 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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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次长讲 现在Uber在台湾也三年了 是 我跟次长报告一下现在状况 不管叫优步 还是奥部 不可以没报 不能够无部 现在让我们感觉上 就是政府都没报 那好像都照着Uber这个公司 予取予求 那这个部分不是好现象 是 看起来我们是罚驾驶比较多 那也只能去钓鱼 我们对他公司似乎无能为力 在前 7月11号前天的时候 司长你有参加过 那个他们计程车业者跟工会 他们抗争的那个工厅会 你也有参加 那经济部 财政部都有来 那他们的表达立场 应该 应该那个 司长很清楚 我这边应该跟 市长您分析一下 我们的计程车业者 合法计程车业者 一定是忍无可忍才上街头 而且两三个礼拜 就上街头两次 这是真的他们生气了 他们看到他们认为 禁户没报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是乌部或者澳部 这个次长您要注意 部长他也有在媒体上 宣示了一些 我这边要帮合法计程车司机 讲一些话 这是他们7月11号的抗争现场 他们上去跳在这个车上 然后讲真的这个 这个还有录影 在YouTube上面也有播出 那很多下面留言的人 可能大部分年轻人 对这个行为的评价并不好 他们认为台湾计程车司机 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怪不得人家去做Uber 但是我必须要帮这些 合法计程车业者讲一下 忍无可忍才会上街头 才有这些动作 那台湾计程车司机 其实也有很多进步的 甚至是领先周边国家的 一些历程 譬如说我们统一颜色 让这些台湾人观光客 看到黄色就知道说 这个是政府认证的 政府认证的好的驾驶 他们是职业驾驶人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也有 我们进步的地方也有 开放无线电轿车 网路轿车 这个台湾也做得很早 对 其实台湾的驾驶车算是进步的 但是不能说 现在Uber出来 台湾就是落后 不是这个样子 台湾治安不错 我们的管理也不错 真的是他们忍无可忍的 不保护才来做这一套 一定要帮驾驶人讲一下 那其他国家是怎么样 有没有说台湾技能车架势 比较暴力 形象比较不好 不是喔 去看这是德国柏林 他们也是大抗争 英国伦敦也是 都是反Uber上面就有 纽约也是 他们认为是不公平 Unfair 多伦多 澳洲墨尔本 下一张法国 法国还火烧车欸 所以这个我是提供给网友们 如果他们有看质询的话 参考一下 不是台湾的驾驶人没水准 是都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全世界的职业驾驶人 只要是合法 他们都受不了 所以我跟市长 还有市长 您要求 我们现在对于 这些Uber 台湾消费者的喜欢 他们可以接受的是 台湾Uber的驾驶人 他们不能接受 Uber这个公司 这个必须要说明清楚 所以优步的部分 是我们驾驶人表现得还不错 即使他们是违法营业 但是这个公司 Uber这个公司 一定要处理 你一直在钓鱼 没有帮助 你们人力也有限 但是如果你只能对驾驶人 第一个对驾驶人 他可能打工 他可能认为这是他的职业 他如果去考职业驾驶人的话 好像也不符合他这个性质 我觉得他的本身可责性 没有到那么高 但是他Uber这个公司 就恶劣了 我想请教一下次长 你知不知道Uber这个公司 他去年缴多少税 去年在台湾没有缴税 我等一下告诉你缴多少税 有 那我们先来定一下 这间公司叫什么 根据7月11号 我们经济部跟财政部他们的说法 其实他们不太清楚说交通部 对于Uber 台湾宇波这个公司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我跟次长请教 Uber的经营商业行为 是不是属于我们公路法 第56条所称的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是不是 实质上的行为是 实质上的行为是 是等于是这个服务业 实质上的服务业 就是嘛 就是第56条所称的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好 那问题2 第一题解决了 Uber的司机的载客行为 是不是属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 第37条 营业小客车驾驶人的行为 是不是 对 第一题是第二题也是 对 那第三题 Uber有没有依据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申请核准经营办法 里面像公路主管机关就是你们 申请核准筹设 他刚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主管单位都有 跟他们的负责人沟通 希望他能够申请正式的汽车运服业 但是他们没有 对不对 他们现在登记的是服务业 所以这三个问题下来 其实跟所有Uber的消费者一样 没有人认为他不是计程车 这样对不对 他的公司就是客运业 就是计程车行 他的驾驶人就是计程车业者 这样没有错 可是在前天 在前天 经济部说你如果不告诉他 你没有告诉他说 他就应该纳入这个规范 财政部也是这样说 那你们现在态度是什么 对这些台湾宇波这些公司 事实上这些事情 刚才我们市长其实也报告过 在他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跟经济部财政部 还有投审会 这些相关的单位 都有协调过 而且一再的新闻也到 协调发工我们去要求说 这个就是公路法 对对对对对 我们讲得很清楚 那他们为什么不这样认定 甚至 公开场合就说交通部 没有告诉他们 这个可能不是很实在 因为我们当初 在开始取缔的时候 不是只有 就这个公路法的条文取缔 包括从他的沿头开始 我们就已经希望那个Woober的 从他的负责人跟他的沟通 到各部会的沟通 我们都一直在 积极地在进行 这个工作从来没有间断 他感觉经济 对他们没有实质的效力 是是是 所以现在他们 我们财政部跟经济部 有推给你们 甚至投审会就说 交通部给我们发工 我们就撤销他的职业 撤销他的投资 是是是是 这个也不一定对 你要撤销他的公司成立 你的税都科不到 是是 所以这间公司老实说 公司公司是都做奥部 駕駛才还不错 不是变成他有点不务正业 他申请的是资讯业 所以你们再一次 这三个问题既然都回答了 你们再一次去跟他们要求 明文跟他们要求说 这个 他就是属于我们公路法所管理的 我们会再请问 他会再请问 那刚才次长您说 你不知道Uber缴多少税了 全台湾那还没有人知道 根据我们办公室的调查 2015年台湾鱼箔就是Uber 分公司 他向国税局纳税约100万 所以如果换算成营业额的话 大概2000万 这显然是逃税 Uber跟 这间公司跟每一趟的 驾驶人收多少成 你知道吗 25%嘛 现在是25% 他的抽头费就25% 如果说他的小税是100万 这100万是来自于他的盈利事业所得 他差不多营业额是2000万 不止嘛 很显然不止 所以他显然是逃税 这个次长您同意吗 是 是 他抽25% 台湾没有一台计程车 好像Uber 这个公司一样 这么稀血 这么冷血的 所以这显然是逃税 那他这 他这100万缴是什么税 他就是他所申请的资讯服务业里面 可能他们总公司给他的一些 开发的费用 好像是小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你要了解 他在我们的计程车的盈利行为里面 一块钱都没有缴过 是啊 那这是谁的责任 是交通部的责任 还是财政部国税局的责任 对 所以如果你去看他的奥博在哪里 他所获得最多的是运输收入 绝对不是他们讲 你哩哩哩的收入 你都不知道 你以为他没缴税 有 他有缴税 但是他缴的税 不是大家 美国的股票上市的时候 大家投资的 不是他的那个100万 投资的是他可以再抽成的那25% 他没有在台湾申报 其实你们抓得到 那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缴他的运输收入 他的计程车车支 因为他全部都不经过台湾的分公司 他们分公司的总经理也是这样讲 直接汇到荷兰的总公司 车支抽头 我不想用太好看太好听的 什么服务费 我就直接用抽头 这就是做中嘛 对不对 违法的赌场的 违法的赌场 他的老板就抽头25% 一毛钱都没有缴税 所以公司有问题 驾驶我觉得大概大致上没有问题 只是他们不愿意 纳入现在的计程车驾驶能规范 这就是Uber整个公司的经营 那这一点你们也没有掌握 所有的各部会都推给你们 所以这个才是目前他们觉得进户没保 不管是Uber还是澳部 没保 告诉人们进户在澳部 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 所以次长 今天媒体上面部长有宣誓了 他两个月内要提出台湾的 对计程车的辅导跟竞争力的方案 那你们在这两个月内 你们除了做那个台湾的系统之外 你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没有缴税 我们还是希望他变成一个 在他没有合法之前 言之上先是严加取缔 那这是一件 另外我们也希望辅导 我们本土的业者 包括这个车队车行 以及个人计程车的部分 能够走向这个类似这个 市长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他竟然在台湾营业了 他有跟我们消费者收钱了 他也抽了25% 这个税至少要拿到 你如果你们去查 跟财政部要资料 他每一笔都是刷卡 刷卡都有银行记录 但是大公司也不会用人头 他大概就直接 匯入同一个账户 你去调到这个资料 就可以合法科老师 我们可以跟财政部来合作 绝对不是那100万 他的营业额绝对不止2000万 这一点要做到好不好 处理他们公司 我觉得驾驶人 反而不是你们的重点 好 谢谢委員 接着请郑天才委员 接着请郑天才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有请范次长 請范次长 还有赵局长 赵局长 次长好 郑委员总 这次风災 这个 我们花莲县 这边 负里乡的 封男部落 从负里市区 往这个负里 负里市区到封男部落 这个永丰大桥 这个桥段 这个从封男部落 另外一个出口就是 要到东河 太盐 那边的路 也断了 看下一张 再下一張 這個是往東河 變成整個部落 都沒有對外可以比較安全的通行 後來就是要走這些產業道路 非常的難行 所以很多的相關的這些民生 各方面包括生病都不方便 事實上當時也有洗腎 我跟夏委員都有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 請問市長 這個怎麼時候可以 現在要先搭變橋 變橋什麼時候 跟委員報告 我昨天有到現場去看過 整個路的話 我們現在只有剩下永峰橋橋台的部分 因為橋台是水流衝擊造成下陷 這個部分的話 變道的部分 我們大概這兩天就會把它處理起來 這兩天 對 昨天已經開始在調香涵了 那現在就是說 它要把水道改過去之後 香涵就把它弄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個地方 相公所的部分 它有提到說 它有一個變道只差60公尺 那個部分 我們也會協助它去做一個處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整個橋台的修復的話 我們預計到9月底 把整個橋台做起來 但是 這次之間 會完成 會完成 那之間的話 我們就是 那個變道會 大概這個禮拜一定會處理好 好 接下來看這個 我們蘇花公路 蘇花公路 當然常常 這個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常常會有落石 也常常會有封路 而且這些落石也都非常非常的危險 因為很危險就會常常封路 以我們這一次風災來講 從7月7號 7月7號就開始封路 封路然後又開放 然後又封路 又開放又封路 這一次一直到11號 才正式的沒有再封路 對我們花蓮來講 或者是台東影響非常大 無論是這個農產品 相關的這些民生 返鄉之路 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這樣的一個情形 連這個 救災的也受影響 有幾個北部地區的地方政府 像新北市政府 還有幾個地方政府 要去台東救災 他們想這個台東 台中 台風從太馬里 停東的那邊不能走 所以就往花蓮 結果看到那邊 又封路 結果反而是那邊沒有 無論是難回鐵路 或者是難回公路 反而沒有怎麼樣 都暢行無阻 所以出發公路 这个一直延旦到现在 这个当然过去的沟通不足 我常常跟这个环保团体 我说这个书花改夜晚通车 对环境的保护的影响就越大 你没有办法让书花公路休息 没有办法让书花公路就一直摊放 一直摊放一直摊放 对这个整个书花公路的一个 环境保护是有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个公路单位交通单位 有时候在沟通上 就要以历次的风灾来去做几例 譬如说撇回铁路 这次台风没有受影响 这么大的台风经过太马铃降过去 拿回铁路也没有受影响 这个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经验 来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要赶快做 书花改要赶快做 当然书花改这个现在的时间表又要受到影响 请问一下这个书花改 何时可以通车 全部可以参通什么时候可以 报告委员 那个目前来讲我们那个整个一个进度的部分 最后一个旗程是108年底了 是已经又在修正吗 还是 原来的106 107 108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 这个目标还在继续在努力 那其中的那个107的部分 因为涉及到文化遗址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在等待文化部的一个协助处理 上次开会的状况如何 我们要等他做最后一个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决定 还没有做确定 对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做最好的沟通 怎么样能够兼顾 文化遗址当然要 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遗址 还跟我们原住民族有密切的关系 那但是这个安全回家的路 这个部分更一 都一样都是重要 怎么样能够兼顾 怎么样去做最好的沟通 怎么样做最多的资源 所谓很多的资源 也许这个因为你 突然有一个 本来是限定遗址变国定遗址 它的相关的这些 所需要的相关的资源经费能力 可能都要增加 所以怎么样去协调相关的机关 或是你们相关的经费 怎么样去做支应 都必须 都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跟委员报告 那基本上我们跟文化部有沟通 就是它的考古的经费 我们愿意出来 不过文化部说 因为它现在是国定遗址 但后续它会来处理 是啊就是 就是要请文化部要多协调啊 就是不仅是文化部 也许它文化部它相关的经费 怎么样 然后能够也跟相关的财主单位 主席总处或是国发 国发会相关的这些 因为这是临时多出来的嘛 怎么样去移反积极 这个都是需要去做一个处理 我跟委员报告了 我像我个人 我也是因为关心 整个苏哈改的进度 我昨天也到汉本遗址 实际上去看 事实上它现在可能 除了这个国定 提升为国定遗址以外呢 现在可能就是这个文化部 它要召开这个文史委员的 这个委员会议 来确定说 将来这个遗址 它的发掘的 现在的范围 到底要不要变更 然后发掘的方式要不要变更 大概是这些事情 我们是希望在现场进一步去了解 等文字会开会的时候 我们会 公务总局跟文化部这边 会充分的沟通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的政务市长 跟他们的 杨阳政务市长 也是密集的在协调联系 希望就这一部分 能够做一个妥生的处理 那希望尽量不要影响到工期 对 跨部会的协调 对 我们基本的立场 尽量这个层级要能够高 是 是 是 而不是在这个 对 层级低的话 每次都要他请示 请示来 是 是没有没有 我们这是非常主动的 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行政机关的 这个 这些横向的联系 是 能够 能够多 层级再能够提高 是 是 是 那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个太鲁阁号 7月9号 在复礼 又是在复礼 这个上市第一次的出轨在复礼 这次是在这里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这一次的事件最主要是 这个 这个 不是 太过去泡沫了这个 他是那个 7月9号 电车线的问题 电车线 大概是受台风的影响 所以很多的掉挂线都断了 掉了十几根 但是他还不是第一班 他不是台风之后的第一班 对对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的 风 是第一班 他不是台风第一班 电车是 电车是第一班 电车是第一班 其他是那个柴油车 不是 我做了 我早上一大早就往台东了 然后我又搭这班回来 他不是第一班 那可能还是 我就是在这个车上 他们现在初步的 初步的研判是 可能是台风的后续的影响 所以他的 所以他还没有详细的 他的主吊线没有断 他是掉挂线断 掉挂线是下面那一部分 所以这个也影响很大 为什么本来很多要救灾的 是 要去救灾坐火车 包括自己的 这个自己的家园受损 然后要从北部要回来的 都受到很影响 所以这个影响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整个交通的运输 包括救灾都受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 更显示出我们花莲台东 相关无论是铁路公路 各项的一个建设 都是需要国家要更多的一个关注 文会要求台铁加强巡查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好我们 小美琴委员以后休息10分钟 请陈苏叶委员 好谢谢主席 请主席邀请范次长跟林市长 请范次长林市长 我们今天审查的重点主要是在第27条 就是讨论汽车燃料费随车征收 改为水油征收的可能性 那我们从早期立法的原意来看 汽车燃料费 汽车燃料使用费是车辆使用道路 所衍生出来的这个养护修建 及安全管理所需的经费 那本质是道路使用费 所以它征收费额的多寡 主要是反映车辆对道路耗损的一个程度 那刚刚这个很多委员也有关心过 那这个次长也有回复 这个新加坡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目的征收的税 它就叫做道路税 那其实本席在地方上 也很多民众都在反映 他们也都是比较倾向说 希望我们能够针对这个汽车燃料费 能够改为水油征收的一个方式 那刚刚我们从司长的报告里面 有就是针对你们交通部的一个立场 认为说水油征收的话 可能衍生的问题就是 这个地下游行仓卷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货运 运输业者包括计程车 或者是大货车 他们的这个成本增加的一个问题 还有这个燃料 那这些问题是 那这些问题真的没有办法克服吗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 用水油征收的方式去做这个工作 那事实上的话 那时候我们所了解的 整个的征收额大概是比现在 来比较的话大概只有到65% 就是它的费额短收 费额短收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当然另外也造成很多这个 这个非车用油的部分 这个造成流用甚至转售等等这些问题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因为汽车燃料使用费 他如果是单独来做水油征收这个工作的话 可能他牵涉的范围跟过去的问题 还是会发生 这是我们比较慎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的立场 我们是希望说 包括能源税啦 这些大家各部会 跨部会大家一起来协调来努力 包括现在讲的这个 新型的这个电动车也好 瓦斯车 油电混合的车越来越多 整个的这个 这个 这个汽燃费这一部分 希望能够跟能源税 这一部分能够结合 也是一方面反映这个 道路使用的状况 一方面对于这些 困屋的问题 等等这些能够并同来考量 这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想法 对于我们从这个立法的原因 就是说汽车燃料使用费 他实际上的用途就是在道路的 養护修复 那所以其实事实上 我们就是说 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就是 使用者付费的一个原则 那要怎样去落实 因为就像刚刚您在回复说 你自己使用的车子 可能一年才4000公里而已 其实很多民众都是这种状况 那也有一些玩车的那些 就是喜欢购买车子 就是纯粹是收藏的那些民众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对他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骑头式的一个汽车燃料使用费 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那如果说我们在随车征收 没有办法改为随友征收的这种状况下 那对于使用率比较低的那些车子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考虑说 怎样去调整他们的一个费率 这部分我们倒是可以研究了 不过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种这个我们征收来的这个 这个期安费的话 事实上它还是要转到各地方政府 去做这个道路养护的经费 所以这个问题牵涉比较大 我们在没有做这个随友征收之前 我想就随车征收部分 有些这些征收的费额 以及它的这个差别费率 我想我们可以去考量一下 去检讨一下 对 因为其实很多政策 我们当然就是要考虑利大于弊 那可是我们也要去考虑到 就是说衍生的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像车子的一个使用 像这个石油的一个使用 也是会关系到这个能源的节约问题 或者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透过水友征收 应该是在这个节约能源的政策方面 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就是说希望我们交通部 能够多方面的去考量 然后可以就是说做一些调整 就是说即使没有办法 把它改为水友征收的一个状况下 那在其他的细节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下调整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能源的节约 跟环境的保护方面 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 那另外在这里 本期来请教一下就是说 我们全国目前12条东西向快速道路 那唯一一条没有全线完成的 就是彰化线的这个台76线 东西向快速道路 那目前就是这条道路 就是汉堡草屯县 这条道路最后的 在台19线以西的这个路段的路线 那好不容易在102年4月 我们已经定案了 就是采这个 从今20中科园区到西滨块的这个方院交流道 这一个路线 目前已经定案了 那之前我们也有交通委会考察的时候 有到地方去考察 当时我们有说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是在今年的4月要送 那我不曉得现在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 就我所了解的 这环境的部分刚刚通过了 但是它的定稿本还没出来 那我们工作总统现在很积极 在处理这件事情 希望整个正式报告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往下走 好就是说确定这个环品已经通过了 是 已经通过了 那我们通过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 应该是要送行政院核定了吗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还没有那个程度 就是说还要多久的一个时间 这个期程大概还要多久 大概半年之内可以抱怨 半年之内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个部分 環保署这部分工作比较重要 我想我们还会怀志 跟他多协调联系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送出来 OK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一条最后的这个 就是最西边的这个路段 已经延档非常久了 那我们希望交通部这边能够加快这个脚步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交通的这个 国道交通的问题 我们从我们新政府上任之后 当然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矚目 那这个国道的一个交通运输 其实在平日这个塞车的路段 有一些就是一个瓶颈的 那以彰化线的话 彰化线内的话就是在浦岩交流道 跟原领交流道这个路段 那本期也有在委员会提过 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地方的乡亲 也一直在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办理拓宽的一个工程 那我记得部长有答复说 要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我不晓得目前有没有开始进行 这个这部分应该是高工局在处理 有在做可行性 已经在做初步探讨 已经有在做可行性研究 已经有在做可行性研究 已经有在做可行性研究了 那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大概要多久 我们再来 再来 我们是不是会后提供 目前进度的资料给委员 因为整个从南到北的交通 在彰化县其实真的是一个瓶颈 就是说在整个南北纵向的交通 目前主要就是仰赖这个国道 跟台一线的一个连结彰化跟台中 所以每次 其实在平日上下班时间 国道这个区段 塞车的状况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去尽快进行改善的工程 那另外本席在这里针对 这个Uber的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委员关心 那我们也看到计程车业者 在6月28号跟7月11号都分别 就是上街抗议 希望维护他们的一个权益 可是事实上 目前Uber公司它面临的一个癥结点 主要就是说对这个乘客的保障不足 跟他没有办法就是增加我们国家的一个税收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能够生存下来 应该就是说他提供的服务 有办法满足到我们一般的一个社会大众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交通部是不是也要去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说 目前就是用开发 持续开发的一个方式 来处理他们非法营业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们已经跟他开发了 6200多万了 可是他们还是继续营业 所以可见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罚款 是不怕罚 罚不怕 所以我觉得说 为了保障合法的计程车业者 还有我们乘客的一个安全 在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那个政委员也提供了很多详细的一个意见 那我们也希望说交通部这边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一直让这个问题 好像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一直存在 我们应该要一个断然的一个处置 合法就合法 非法就不能让它存在 是 我简单答复委员一句话 昨天我们部长已经宣誓了 要推这个类污尔的计程车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 著手做这个工作 应该近期会有定案 谢谢 市长 那罚款都有收到吗 什么来来来 这个要记录的 六千多万的罚款 你们收到多少 是 跟委员会报告 针对我们公务总局开罚 包括对违规参与经营的司机 或者是这一个公司本身的 这一个处分 那他们都有先缴这一个罚款 但是随后他们就提起 这一个所谓的诉讼 或是诉愿 好 就是说 都六千多万都收到 但是他们也提起了诉愿 好 下面请委员 谢谢主席 请次长 请次长 邱文好 次长好 我想今天的主题 针对这个汽车燃料费 水油征收的这个主张 其实在地方上我们不断的听到有民众提出这样的期待跟诉求 那我也支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但是看到你们交通部所提出来今天的一个回应的报告 似乎是认为还会有一些配套的问题需要克服 那尤其你们主张未来可能考虑病同能源税 来一并做一个一次性的随车征收的调整 当然这个方向我这个是符合使用者付费的基本原则我支持 但是它是否会产生一个尤其偏乡地区当它的替代的公共交通运输是不存在的这些地方 它对车子的依赖性特别高 那它甚至使用的距离跟范围也特别大 这个都是民生必须的 那也会相对产生一些 这个在使用者付费的一个原则之下 反而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的民众在交通运输上面 成本特别大的一个负担 那所以在这个制度的调整的过程当中 还是希望说能够考量这个区域的问题 那甚至是未来如果是病同能源税一并来做征收的话 能够适度的考量一些地区性的优惠 或者是补贴的方案 这样子才能真正符合 我们所期待的一个公平的原则 是 我想委员讲的很有道理 我们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跟其他部会来协调来促成这件事 好 那另外这个 我想很多华东的居民对于因为这次灾害 所不断带来的一些交通上面的破坏跟不变 也非常的担忧 当然苏花公路的这个落实已经是长年的问题 那苏花改也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我们得知这个过去前两天 这个文化部跟交通部的政次 刚刚郑天才委员也在关心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高层的沟通的机制当中 那行政院东办的许传胜执行长也有参与在内 那有提出一个不改限不延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跟方向 那我们希望说在整个跨部会协调的过程当中 也确实要做到不改限不延期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可以吗 是是 我刚刚委员报告了 关于这两个原则 现在就是我们双方 这个两个部会在全力沟通的问题 尤其是不改限的部分 因为譬如说以这个汉本遗址的北边南端 北端中沿越挖掘那一部分 事实上前后的这一个桥墩都已经例数都做好了 要改限也是可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公期的部分 现在因为提升为国定估计以后 这个文资委员会 文化部的文资委员会 它要重新审查整个挖掘的 这个SCOBIN的部分 它的范围 跟它是不是要继续开挖 这些问题要透过这个文资委员会 他们开会来决议 我们现在就是工作总绩也好 根本部里面也都是 尽量跟这个委员会这边能够做进一步的沟通 希望尽量不要有 这个延宕的事情 文化的保存固然非常的重要 但是因为我们政府同时对于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是有基本的保护责任 所以这个我们政府是一体的 我们希望在文化部相关人员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顾忌的这些公路安全跟这个尽快通车的需求 以及这个目前挖掘遗址的这个洞窟的旁边 跟铁路的地基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我特别关心的 那这一次的台风 还好是这个对这个地区本身的影响不大 虽然它也造成了很多的悲剧 但是我们也特别关切 现在已经公路是实时在断线的 那落实也持续在摊坊中 但是如果连铁路的路基都受到破坏跟影响的话 这个花东更成为孤岛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希望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 我们也认为这个地方交通的需求 对于用路人安全保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以及如期完工这样的一个态度 能够带进整个讨论当中 谢谢委员提醒 这部分其实像我昨天到汉门一直去看 包括铁路单位跟公路的这个监造单位 他们都很在乎这个事情 目前来讲的话是做密集的监测 希望这部分其实像我昨天到汉门一直去看 希望说整个挖掘的工作不要对这个 北惠铁路的边坡有什么影响 北惠铁路毕竟就在旁边 对 就在旁边 我甚至也怀疑这个铁路下面 可能也有一些遗址存在 但是铁路毕竟是我们现在唯一进出的 尤其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情形之下 唯一进出的一个管道 所以是没有办法再去做破坏 那我们更希望它的路基 维持一个安全性跟完整性 那我想这次的风灾 除了这个苏花公路持续坍塌之外 那也造成我们南区的交通 也产生一些中断的情形 尤其是这个永丰桥 那丰南部落 我当天也在现场有跟我们局长联系 因为这个是如果要在绕山路走这个产业道路 尤其在夜间或者是对于年长一些长辈 有一些医疗紧急需求是非常不便的 那这个桥当天那个局长跟我提到说 当然现在正在做便桥 但是永丰桥本身 他当天是跟我说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是要增加要延长到9月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样的考量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桥它本身是三垮连续的 所以它的桥的稳定性 我们必须要重新再检测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基础 因为它是一个直接核串 核串的攻击面 所以它那个基础 我们必须要去打微型桩 把基础把它补墙起來 这个桥它其实历史也蛮久了 那它是不是要继续就现桥再去做加强 还是要在整个再改建 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要不要改建那是后续我们再做评估 那现阶段的话我们希望是说 因为它是不是已经达到使用的年限 应该还可以用 我们签前的评估是前端的护理大桥有需要 所以包括没有摊的部分 你们也有重新再做强化 跟它这个使用安全的评估 因为现在是它只有核串的攻击面 那个部分要需要去做处理 那我们大概就三个月之内就把它处理好 在9月底以前 就看能不能把A2桥台都把它修好 我想该补墙的毕竟它是做老桥 那虽然它是 这个桥本身也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影响到居民进出的一个基本 唯一的 除了这个后山上的这个产业道路之外 也只有这条路 虽然是希望我们能够保障它的一个通行的安全 以及长期的使用需求 那么这次的这个台风过后也发生铁路中断的问题 那么你们目前的讲法认为是这个电线的损害跟风灾有关 但是很多被卡在这个车上的民众 他们造成非常大的不便 也纷纷抱怨 那甚至有人也怀疑说 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 因为它发生的地点跟上一次的铁路出轨的地点是接近的 那虽然这个损害的形态是不同的 但是不是跟这个包括之前所认为可能影响铁路安全的工程有关 那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也能够详查 那只是责怪说因为台风 那台风其实这次在台东端的这个风速跟台风灾害是更严重的 但是对铁路的影响却发生在花莲端 所以这个逻辑上是否是合理 也让许多民众来质疑 这个你们指控这是因为台风所造成灾害的一个公平公正性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调查还是应该要进行 那这个调查进行之外 还是对于整个这个花东线的整体的安全还是要持续做 我们一再要求说不容再发生 结果又再发生一次 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 是我想除了这个台铁本身刑保会的调查以外 我们会要求高铁局的这个铁路应用监理小组 也要做后续的调查 这部分我想我们会持续来做 然后因为这几次发生事件的地点都是距离这个台东花莲两大城市之间中间最遥远的地方 所以造成接驳车抵达的这个速度也产生了延误 那对于等待的民众也非常的不方便 那你们有没有考量过其他的替代机制 但我们今天大家在讨论很多民众在关切这个Uber的问题 它在都会固然有我们需要保障现有的计程车的一个需求 可是在偏乡地区即便是计程车我们也纳入新的这个科技化的APP 跟使用者友善的这些机制 我们如果可以在这些紧急状况的情形发生的时候 征用一些民间的车辆 那一样是用一个使用者比较友善的一个机制 让这个周边的这个车辆它能够达到一个投入接驳 但是对于这个车主本身也多少有一点经济上面的一些收入 可以加速这个人员的一个接驳跟疏散的时程 那是不是这个部分你们也能够纳入考量 也就是说整个Uber本身 其实有城乡之间有不同需求的差异 那我们如果做一些分区的这个 这个不同形态或不同程度的一些管理 跟不同形态车辆的一些共享机制的研发 是不是可以有用这样的角度去做考量 同时这些车辆也可以用于在交通不便或中断的时候的一个征收之用 那这样子能够更完善我们现在闲置车辆使用 以及共享机制的基本的精神 因为这个牵涉到一些法律面的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不过除了类似Uber的这个工具以外呢 我想委员也了解那个DRTS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积极在规划 希望这一部分也能够在紧急状况的时候 能够来协助书院的工作 我想DRT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偏乡公共运输服务的一个新的形态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财力跟人力都很有限 这些偏乡的县市政府 那还是希望中央能够投入更多的这个资源 以及人力 包括一些有这个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经验的这些人才 共同来参与 不要只是把问题丢给地方政府来做研究好不好 是是是是 文威负责 文威负责来做 谢谢 欧柏委员我们休息以后再实询 好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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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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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请邀请范次长 請范次长 陳委員好 次长好 早上好幾個委員都有提到水油真摄這個方向 我個人的贊成 不過你刚才 新的問題 新的人員的車輛就出來了 剛剛我在想 這很奇怪 最近我在宜蘭地區 我們的縣長還有議會 還有幾個鄉鎮長 大家都一字而同在買納智捷的車子 這個我知道我們經濟部 今天經濟部代表也在這裡 經濟部也補助了科專計畫 補助了好幾百億 在研發鼓勵提升我們國產車的 一個製造技術跟功能 所以我在這裡我先提出來 我先要求我們交通部 既然地方的情況這樣子 我們中央是不是也應該 來發起大家來乘坐購買國產車 我們現在國建就製造國造了嘛 我上次在這裡也要求我們提錄局 未來的這個是不是能夠我們 購買的火車包括引擎的部分 包括整個車廂的部分都能夠用國造的 所以我想請教次長 我們現在交通部首長用的車是 哪一型類型的車子 我們都用國產車 對我們公家機關其實都是 根據財政部那個共同供應企業 對共同供應企業 大家來採過了 基本上都國產車 今天各部位都有代表在這裡 我們這個我想我下次我總執行我會提出來 因為我個人也是台灣跟韓國國會議員 友好協會的會長 我到韓國去很少看到他們進口車 那我們這裡是進口車 大概占我們國產車的好幾倍的比例 我說我沒有去統計 所以請大家都用國產車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也是扶持我們國內產業 創造救援機會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交通部應該來宣導一下 對 我們現在也是鼓勵盡量使用電動車 這部分 除了配合經濟部再辦 第二點就是說前天 就是有些那個計程車業者來我們立法院 那也做了一些抗議 就是說UBER這個非法搶生意的問題 這個議題其實我之前我也提過了 那我今天再利用點時間 現在我的感覺 不只是說我們的計程車 這些司機跟UBER這些司機的一種對抗 是你們交通部的公路總局跟UBER公司在對抗 他們根本不怕你們 你剛剛講的錢也繳了 但是在打訴訟 所以這個政府如果不搶起來的話 這將來是後遺症是很大的 尤其現在經濟這麼不好 景氣這麼差 交通部要從根本上來著手 我上次有提過 怎麼樣提升我們計程車的品質 或者是他的服務的效能 或者是說他這個安全性的提高 這個是從正面來迎戰 我覺得會比你在那邊跟他打官司 或者是說也少出不進 春風吹又深 這個問題很多 那 這個 將來 取締 這個 違法的UBER 怎麼樣輔導合法的營業 我們的機查人力夠不夠 要怎麼輔導 因為限定時間我就不問你了 我提出來 是希望說 我剛剛從我正面思考來 我們 計程車司機者 能夠讓台灣的乘客 能夠對他們更得信任 那我相信這個對 對這個 這個市場的競爭才真正能夠有效 否則的話 黃不勝反 黃不勝反 再來 那 現在 UBER最大的問題就是 稅收的 稅間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安全性的問題 這個你們都知道 這個我們也知道 所以 是不是要能夠從這個 根本上 讓優質的服務來 淘汰非法的一者 這個我們 是我們未來要思考的 那 我也期待說 這個 現階段 必要時 像 UBER這個公司 你們針對他 應該針對這個公司 而不是在取締 這些 UBER的 這些 這些我們的業者 這些司機 重點是在他們 再過來 好 接下來 利用點時間再跟你談一下 現在 這個 花蓮人 忍如可忍 因為 這個 蘇花蓋 通車 在跳票 剛剛蕭美行委員也在關心 我個人 一直在提到這個問題 那 整個蘇花蓋到現在 我們預計108年通車 前線通車 那總機長 再問一次有沒有可能 達成這個目標 報委員 目前來講工程進度 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還是在我們預期的目標 所以嘛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我已經問過你至少三次以上 但是我們 我再強調一次 東澳到南澳 這裡是蘇澳 這裡是東澳 東澳到南澳這段 是舊有的路段去改善 並沒有打隧道 所以 這個12公里 過去三年 發生九起車禍 九起的死亡車禍 有六件事發生在 這個 這個 這個路段 當然啦 不是落實打死的 最主要是超速 還有這個 我們所謂的 這個酒駕 還有這個 違規加通 另一項行使 這個都有 這裡面 沒有一項是落實的因素 但是為什麼會超速 因為你限速40公里而已 所以這個危險路段 這個不可否認 我希望你 你現在做基礎調查 要一年 那如果再做還品要一年多 那如果真正 跟委員報告 這條路 基本上我們是會跟警方 來做一個 加強的一個 取締那個違規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是說 那個 消除就是說 它超速或是跨越雙黃線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說 它的安全性 就穩定了 那個 我希望局長 盡快進行 這個基礎調查 然後盡快可行性評估 然後還品趕快做 後續 後續我們要先 108年就要通車了 再三年通車對不對 所以 未來來講 這個如果按照 如果這段要打稅道的話 至少要八年了 那這八年來講 將來這個蘇花改一通車 這裡就塞車 還有國道5號 銜接蘇花改那一段也會塞車 這兩個地方塞車 以後會回堵到水水 對 我們會去做一個審慎的評估 之後會再繼續再看看怎麼處理 那個 發電人忍如可忍 我一講再講 如果講話真的是那麼沒有用的話 以後就來抗爭就好了 我會跟我們依然人在算 我們基本上我們先短期先處理 短期就是說 那個交通安全的部分先去做一個強化 是 好 那個 一再強調 公路總局這個 最近五年 蘇花改總共 摊方了 105次 那現在蘇花改不只地震 台風會 下大雨會貪荒 甚至平常 無緣無故也會貪荒 這個你知道嗎 這個人都知道嗎 因為這個邊坡 這受到風化 我們其實沒辦法去控制 那個 我 那個局長 這個人命關天 很希望說你能夠針對這個案子 我剛剛講的 蘇花改這兩個瓶頸 你如果沒有去突破 這條通車以後馬上塞車 就是塞在國道5號跟蘇花改這個 這個連接道 道路上面 還有一個就是 東澳到南澳 那個回上面 這一段很清楚 趙偉我們找個時間去看一下 這個 蘇澳到這裡 這一段 你看這個是死亡路段 15公里 過去 這個 3年就發生6期死亡車禍 這段 東澳到南澳 目前是沒有隧道 就有路段 所以它那個區區不平 坡度跟彎度都太大了 那 就是希望說 給東部一條安全的路 不只是花蓮需要一條安全的路 將來這個都是國際旅客 包括國際旅客 包括要去花蓮 台東的人都會走這條路 是 委員我們大概就是短期 長期這樣來分別來處理 好 那個 針對今天的議題 我再強調一下 那個 國產車的部分要好好宣導 政府已經花了好幾百億 是是是 科專計畫補助這個國產車的研發 跟相關這個製造技術的提升 那現在應該贏得國人的信任 是 那一起來 大家盡量愛用活貨 是是是 謝謝 謝謝 好 報告委員會 我們是不是先暫停來處理兩個臨時提案 再繼續質詢 請先讀臨時提案 本月8日 尼泊特颱風帶來強風豪雨 東部地區首當起衝 多處道路封閉 台鐵局因應現狀 特別增開台北台東 免費自工專車 浪運協助救災之自工免除 周車勞頓之苦 使其可迅速且舒適抵達災區協助救援 此舉值得讚賞 有鑑於台灣為台風地震頻繁地區 不能走來走來 我現在的補給運輸機制被為重要 原此監請台鐵局以此次彈性之工專車為例 主動邀請相關部會 共商我國緊急鐵路救援運輸機制 以其能在未來災害發生時 免去繁雜的申請行政程序 讓台鐵與相關部會 能立即啟動人員重機具物資之運送 以縮短災區待遇時間 提案人像美琴正義彭罩正宇 鄭保親陳樹葉葉已經宣弄完畢 繼續線軸第二案 本月8日 利波特台風帶來強封豪雨 東部地區首當其送花蓮縣副里鄉永峰大橋 慘遭沖毀斷裂 玉里正玉里大橋也因袖孤磷吸水暴漲而封橋 有建於用路人行的安全及防範即將到來的颱風雨季 原建請交通部折承相關單位 謹速針對全國重要橋樑橋墩進行檢測 以保障用路人生命安全 天安人鄉美琴 鄭雲鵬 趙正恩 好 請問第一案有沒有意見 好 我們剛才跟委員郭通過 我們這邊修改一下 主動邀請相關部會改成 第幾行 第六行 前面傳來第六行 主動邀請相關單位 部會改成邀請相關單位 那再來又共商我國緊急 改成共商東部地區緊急鐵路救援運輸技術 好 照修正通過 第二案 你們這麼害怕 除了東部以外你們不做嗎 第二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是不是請陳歐破委員來代理一下主席好嗎 還是可以嗎 謝謝 請業衣經委發言 請次長 請司長 換次長 林次長 我現在是交通委員會最資深的人 我從到交通委員會來 應該是說我從當立委第一年就開始講 水油徵收才是公平的 水油徵收才是好的政策 我們已經好多部長了 我們就來講 答應過說要討論的 要研究的部長 也這樣換了七八個了 油價高的時候呢 就告訴我們說 因為現在油價很高 水油徵收呢 會墊高油價 不妥 好 就停了 油價低的時候呢 要求水油徵收呢 又說 如果水油徵收 這樣會帶動物價上漲 因為油價漲 加上水油徵收 燃料會的話 會帶動物價上漲 好 我們現在是新政府了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我就直接了當地問 請問新政府會不會 要不要做水油徵收燃料費 我們基本上我們還是認為就是說 水油徵收這個問題 希望能夠併能源稅這一部分併同來考量 這樣會一步到位 好 來 又要說能源稅 下一張 好 我差不多也猜到你要怎樣說了 能源稅 我們就來看能源稅 我這裡做了一個圖的比較呢 是各國的汽車的燃料使用費 我們是屬於歸費 我們是交通部的公路總局跟監理所發出的 在收的 然後財政部錢收走 再撥給這個道路專用養護費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說了六屆的立委 結果每一屆不是告訴我說 因為現在油價太貴 就說因為現在怕帶動物價 來 都說要研究能源稅 能源稅什麼研究 然後2005年的6月 全國能源會議討論就說要規劃能源稅 因應二氧發炭減量的目標 推廣再生能源擴大天然使用電價合理化等等 好 2006年7月再一次全國京劇永續發展會議 10年前了 10年前了 有共識 大家都一致通過 是政府未來施政的方向 這樣又10年了呢 2006年7月呢 能源稅在哪 市長 能源稅在哪 或者是經濟部 我剛剛在群組裡面講說 經濟部今天只派一個組長 還不是組長 副組長來 就是當一回事嘛 來 副組長你來一下 能源局的副組長 你來一下 這不是共識嗎 共識了10年耶 怎麼樣 報告主席 現在有關能源稅是由財政部在執政的 能源稅是由財政部在執政 不是經濟部 好 財政部今天沒有人來 財政部來 財政部國庫署也是一樣 副組長 再推啊 來 能源稅呢 對不起 那個 能源稅的部分是負稅署主政的 好 負稅署 是 我們這政府真的讓人家非常失望 交通部推給經濟部 經濟部推給財政部 財政部推給負稅署 好 本席是主席 我們下次就在找負稅署 財政部還是 你是國庫署 所以要給付稅署 好 市長 這不應該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作為 什麼叫做公平正義 我們已經吵了50幾年了 下一張 這是日本的能源稅啦 我們說要公平正義 使用者附會 我們說要以量制價 我們說要碳交易 要環保 我們說要節能減碳 好 結果呢 我們的能源稅有共識 結果是假的 呼嚨一場 這樣難怪人民對政府沒有信心 各位都請回 光從今天各位的表現我們就知道 其實今天不用審了啦 你們根本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準備要做 可以請回來 各位可以請回來 因為沒有什麼作用 來 大家很清楚地明白了 行政部門根本就是呼嚨一場 因為這個事情沒有行政部門的作為 立法院沒有辦法定定法律 就有辦法去做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 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覺得不滿的地方 來 今天還有一個議題 能源稅我們知道政府毫不作為了 但是陸平也不作為嗎 次長 次長 72條 我今天聽我再一次的要求司長說 你清楚地告訴我們 你們做還是不做 結果我聽你的報告就是不做 就是不做 很清楚就是不做 我們是這部分陸平專案是非常重要 我們一定要做 你的答案找上司長報告也不是這樣 其實這個 72條的陸平 每一次都是管線單位的反對 管線單位當然反對啦 因為會增加營運成本嘛 可是什麼叫做管線單位 不就是台電自來水中華電信嗎 不就也是國營事業嗎 不做 不但不做 每次我說就要動用工會來跟我施壓 每次 這些公家單位你們其實是你們說要做了 要求他們要回田 但是呢你們去勘察回護原狀 回田有沒有確實你們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為都是公家單位嘛 對不對 對 國保委員我們是非常感謝委員的提案 我們是非常贊成支持這一個 72條的修法 我們剛才報告裡面可能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建議說 因為委員的那個提案條文裡面 有具體到把那個所謂的那個平滑度的標準 那個部分還有檢測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建議我們另外用要點來規定 不要落在母法裡面 但是對這整個提高法則來加強管線單位 它的挖掘管理的規範 這個基本上我們是非常贊同跟支持 好 那我們今天就把72條通過好不好 好 真的我要跟各位講 人民沒有辦法再等待下去 那你訂地的標準什麼時候會出來 這個如果今天這個辦法通過 在會裡面通過我想 這個細節的部分我們可以同步來進行 好 72條只要我們通過 你們標準就會拿出來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一定要把72條通過 因為回規原狀本來就是管線單位的義務 義務 但是你們也是一樣 你們就有監督的義務 不能因為他們什麼台電中油 什麼自來水的 反正也都是國營事業 你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你們還是要確實地去監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請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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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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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äne 侵略表明镜与点栏目 欸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有一个一个ним longitudinal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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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推Am转发 dodatoire或组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現在有没有再具体 5167做这个案件 在栏目的项目就会微棠接费 有 no 有有en 有在做 McGp9 oko 对谣 Matter marine 現在這個國營事業要嚴格的監督之外 因為我也發現在我們這個原住民地區的道路 挖了之後 挖了之後 他們雖然有恢復 但是沒有恢復得很好 後來就交給縣政府用這個氣產稅 用這個氣產稅來去處理 結果這個氣產稅根本都沒有 縣政府有時候因為經費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氣產稅會移到別的地方去做 那個道路就造成一個非常危險的道路 所以基於這樣的狀況 我想我們市長跟市長概略已經非常明顯的同意了 這個72條的波一定要讓它通過 不通過的話 將來我們這個問題還是會繼續延伸 另外第二個 我們台灣交通的論相 我想市長平時在我們這個市區裡面走 那個在來來往往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我們機車跟汽車爭鬥的情況非常嚴重 是 有沒有看到 有 這個混合車流很嚴重 那市長呢 是 確實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是一直推動所謂的分流 也就是說 汽車跟機車 我們怎麼樣能夠讓他們在行駛的這個路權上面 能夠做到這個區隔 所以我們到一些先進的國家去看 都是分得很清楚 我每次回到我們那個會館蛋會館 看到那個復興南路 那個機車都在 機車都開在內內車道 甚至在夾縫在那邊開來開去 我想這已經是很久的一個現象了 我想整個道路沒有辦法管好 沒有辦法進步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另外 自行車跟人爭道也是相當嚴重 我想我們交通部應該是看在眼裡 應該要想一個對策 要如何來做一個把它分割 分割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什麼對策 針對我剛才這個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像現在我們在交通部在做環島一號線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自行車的專用道 跟主要的省道做一個區隔 在地方縣道也是一樣 現在這個標準已經訂出來了 那我們希望做環島一號線的話 就是全省環島的路網成立以後 將來各縣市 他在推他自己的自行車路網的時候 可以比招來辦理 包括這個標誌 標線 號制這些 都有一定的規範 現在標誌 標線的部分包括這個孔蓋 會滑 滑的問題 現在我們標線有紅色 白色 藍色跟黑色的 會滑的問題 你們現在有沒有怎麼樣的改善 這部分一直都有在改善 這個都訂入 像共同總計的話 他也訂入他的規範裡面去 防滑係數都有規定 像這一次這個林委員等幾位委員的提案 也特別重視防滑係數這一部分 我們也會把它 納入一個正式的要點 或是規範來辦理 對 針對這個路面道路的問題 我想我們交通部一定要 給予非常大的這種改善 不要每次造成這麼多的淹網 這些傷亡的民眾 是 是 是 那麼再請教一下我們趙局長 那個這一次尼伯特的颱風 針對這個台21線投影 投影相對這個 易碎易碎那個地帶道路的問題 親和護心段 是 現在你們處理的情形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那親和護心段目前水量還蠻大的 我們會等到大概那個水消退之後 那預計到7月25號以前把它修回來 基本上易碎融路已經幫它處理好了 我現在主要的建議就是 我們公共主席真的快點設法 看看怎麼樣的一個過想 能夠這一個以勞勞勇益的 報告委員 我們正在做了 那個中期的提升正在做 因為那個始終是河床的這個道路 只要雨去 雨不一定很大 你們所有的設施又被沖毀 又重新來做 那個不曉得花了多少的經費 那還不曉得花了多少的經費 要花了多少錢 又是幾十個留意 那你再加了多少錢 那你把那些的那些村子 那些 要花了多少錢 你再加了兩個檔點 你再加了些 他的那些市民 就直接來發培那些公共的工程 用來自於是 你是在做旅程的貨幣 對 我從那個復興 復興到 清河到復興五公里 五公里 是 所以看看怎麼樣 怎麼去處理 比較遺老永逸 馬尾 現在我們已經處理四公里了 還有剩下一公里了 剩下一公里 但是我竟然經過那個地方 我看 因為那地方是最難的 因為那個剛好是不堂不堂 你現在連坐的那個高康災的那種作用 現在都看不到 因為那幾乎都是河床 是 所以那個局長 希望看看能夠看看怎麼去處理 是 我們正在處理當中 有不要做隧道 隧道可能要是長期方案 那是永久的一個方案 但是現在來講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你不要每次一做就是被沖毀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這次我想你也去看了 是 山地門像跟霧台這個地方 針對霧台那個 這次霧波特颱風來 有沒有受影響 有一些落實都已經處理好 是 都已經處理好了 但是我想 哪一條道路 那會照上次的會議結論那個部分 我們會再次處理 你們做的是不錯 這條道路是做得很好 是 但是那些還會落實的地方 包括那個你們現在化為秉級的 化為秉級的那個道路 是 他們一再的要求 希望能夠把它消耗 我們最後就那個 比較危險的部分先處理了 最後一點就是這個 草埔到安壽的隧道 所造成的那個汙染 已經解決了 那個排水的部分已經解決了 不是解決的問題 他們好像提出了 他們的農產 因為汙水沒有辦法灌溉 這樣的問題現在 都還沒有到 可以找第三個公證單位來做鑑定 那鑑定完之後我們會 這個儘快做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 接著請林均憲委員 感謝主席 本期邀請我們交通部范次長 還有我們陸仲市的林市長 林市長 林委員好 市長好 市長 市長 本期提案要修訂 我們的公路法第72條 那 從剛剛我們幾位委員的發言 各位可以 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出 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我這邊感謝我們剛剛的檢東名委員 還有我們委員會的主席 業務委員 對這個案子的一個重視 最主要 是 道路 使用 當然現在社會 是一個命脈 用路人 我們一定要幫他們考量到舒適性 以及安全性 所以說到這個安全性 剛剛我們委員也提到了 所謂的國賠 在國賠 佔最多數的 就是交通部 過去十年有191件 那等於你每個月都有一件 每個月都超過一件 那我再請問 交通部 賠了那麼多的 國賠事件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 當然就是因為這個 道路的這個狀況不好 第一個 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 有時候天然災害造成 道路的 破壞 造成了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 第二個就是路面坑洞 路不平 是造成我們交通部 國賠最主要原因 也讓交通部 成為各部會 國賠的第一名 不過這個第一名 很難看 那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我記得有幾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 由法律上 來強制嚴格要求 第一個當然是路面的平整性 那路面的平整 包括施工的品質 以及 後續的維持 過去大陸施工 有個問題 你驗收的當下 他 會合格 不合格 你怎麼驗收 但是使用沒多久 整個道路 就破破爛爛了 會造成很多原因 可能是他壓的不實 或者是偷工減料 都有可能 但是沒有人要負責 也沒有人 有必要性 去把它 維持到 可堪用 我們原來希望他的那個標準 只要我驗收通過 我全臨了 大家都沒事 那個承包商也不大會管你 只要過了那個保固期 其實 如果保固期還沒有到 但是他路面已經奧吐不平 通常行政單位 睜一眼閉一眼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來 要求 不是只有 驗收通過 而是後續的使用 在一定的期間內 你都要給我保持好 讓廠商不敢再偷工減料 讓行政單位 你也依法 可以來強制要求 你沒有做好 你給我來補好 驗收完沒多久 路面就不平 你給我做好 所以我才要來修這個法 那第二個 造成我們道路不平 造成馬路如虎口 威脅到用路人的 生命安全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 路面上的 很多恐慨 這個幾乎是成為台灣奇蹟 我相信如果各位有出國 可以比較一下 很多國家的道路 不會像台灣那麼可怕 台灣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恐慨呢 有台電的 有自來水的 有瓦斯的 有消防的 還有中華電信的 那這恐慨有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不要算其他的啦 我光算兩大孔蓋的製造者 台電還有自來水 台電還有67萬個 還沒有下地 自來水呢 有43萬左右 所以光是台電 和自來水這人家公司的 孔蓋沒有下地 就超過110萬個 來我們再看 還有不用再加說 瓦斯啦 中華電信啦 如果再隨便加一加 全台灣大概有165萬個 孔蓋啊 遍布在 我們一般的道路 公路上 我拍這個照片啊 給次長啊 還有我們司長局長你們看一下 短短短短幾十公尺啦 將近20個孔蓋 這只有台灣看得到 你叫人家怎麼開車 叫人家怎麼騎機車 不要說用使用車輛 你用走路都很困難耶 你看到沒 看到沒 那這孔蓋 挖了就沒事啊 他也沒有一個 強制要求他必須要把它 恢復到平整 如果有的話也可能啊 就是他挖完弄好啊 就大概就維持個一兩天 車輛再跑幾天 又破破爛爛了 我們覺得這個都必須要用法律啊 來強制要求 這些孔蓋的使用單位 你知道製造多少悲劇嗎 我隨隨便便啊 去新聞各位去Google一下 大概一個多月前 三重就有一個高職學生 他早上啊 騎機車去上學 剛剛跟爸爸媽媽說再見 十分鐘以後 他家人接到電話 說兒子出事了 還沒有到學校 他就在半路上 因為騎車去撞到一個孔蓋 車子彈跳 他飛出去 被對象來車撞死 他家人簡直難以相信 結果在十幾分鐘前 還一起吃早餐 才看著他去學校 結果一條人命 沒辦法挽回了 一個家庭就破碎了 恐慨造成的 全台灣居然有 一百六十幾萬個 那怎麼辦 所以我才要求說 那我們應該用法律來強制規定 恐慨它必須要平整度 以及路面的防滑 我們都應該要來強制規定 但是我剛聽到我們的施長 對於本席這樣的修法 你說喔 不要規定在法律裡面 另外用要點 或者是你們的其他的 施行細則去把它規定 關於恐慨下地的一個標準 對 停 採訪 撇ühl 曾瀕 法律 此外 現在就是 這我 我記憶 有 hö 如果 你訂在手冊裡面 你有在執行要求 全台灣不會有那麼多凹凸不平的孔蓋 不會有那麼多的交通事故啦 睜一眼閉一眼啦 你訂在這裡面有什麼用 有用的話 我就不必來修法 如果啦 你有在執行 讓我幫你訂在法律裡面不是更好 你怕什麼 包括委員 我們是基本上贊同要把這個沒有符合標準 要給予處罰 罰者要納在母法裡面 但是因為這個標準它可能會隨著時間 不會變 我現在修法這個 你如果做得到 就謝天謝地啦 國際標準也這樣子而已啦 這個標準啦 你做得到再來說啦 我都很質疑你做不到 所以你不要找那個理由 說什麼如果母法定一個標準 那以後要改 不是經常要修法 先不用去考慮那麼多 如果我們今天的修法的標準 你做到了 我就很感謝你 台灣的用路人至少可以得到最基本的一個尊重啦 對他們生命安全的一個尊重 所以你如果講的 再像你講的 沒有訂在法律的條文裡面 明文規定 再訂在一個什麼施行辦法細則 你現有就有啦 你現在就規定在你的什麼 交通部公路總局受理挖掘公路作業程序手冊 裡面的標準寫得很清楚啊 要不然我們現在馬上到路邊去看一看 你有哪個路段的孔蓋會合乎你的程序手冊裡面的標準 如果不合乎你又怎麼樣 用法律啊 強制要求 這個也是一個 對人民的保護和尊重啦 從此以後啊 你交通部 執法你更有力 更有力量 我們現在授權給你 我在幫助你們 你可以要求台電 要求自來水公司 你如果給我做好 你恐慨要給我壓死 給我平整 恐慨下地 要逼他們啦 要更 你就會更有立場 國會支持你們 我們修法讓你們 執法更有力量 這樣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好 謝謝主席 接下來請陳雪生委員 謝謝趙偉 是不是請趙偉請 范次長還有陸正思林市長 范次長林市長 陳委員好 范次長早安 我想我們立法委員跟行政官員 那麼辛苦的在立法院 對不合十一的法令 以及不好的法令 我們做修法 那麼修法大家都很辛苦 好不容易有的通過了 如果行政機關不去執行的話 這個修法也是白修了 你覺得怎麼樣 我想這個民主社會 我們對法事這一部分 還是非常的重視 所以早上我也聆聽了 我們召委 會議院議員 法也休十年 你們法令也有 你十年了都不去做 那問你們做不做 你們回答說還是要做 還是要做 再等十年 會不會做 還是有問題 那麼這兩天我主要是 前天啊 計程車 計程車為了這個Uber的事情 發動第二次大規模抗爭 那麼昨天咧 我們柯承擔部長 在接受台北之音 忠實訪問的 周宇寇女士訪問的時候 提到 怎麼樣讓Uber 台灣合法化 那麼這一次 計程車 他們同業提出的訴求 他們無非是 我很簡單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2014年9月到2016年的6月 到現在一共對Uber開出322張罰單 這裡面 如果除掉民眾檢舉的部分 每個月只開15張左右 也就是說 它不合法 但是我們政府沒有作為 那麼第二個是 它違反汽車運輸業 它咧 在資訊網明白刊登廣告說 司機可以向哪些特約的租車公司 用優惠的價格來承租車輛 來跑Uber 它違反了汽車運輸業 第三個是 已經開罰了100萬 100萬是針對網路的部分 它結合了運輸業 運輸業沒有開罰 那你可以連續處罰 處罰一次以後就完成了嗎 那麼第四個是 它講說 像第三方購買了2000萬的保險 保險它沒有拿出來 要以遭公信 公民會也沒調查 那第五個是 它說對司機有嚴格的審查 但是咧 你看我們的鄭宇鵬立委 早上上傳資料 馬上就核准了 他就合法了Uber的業者 第六個是 Uber說絕對不會因為司機 對乘客負擔任何的法律責任 他說你要告啊 要到荷蘭和商店去告 第七個是 他說你只要第一次 他就送你1000塊的 免費大車金 他用這樣低利行銷的行為 已經違反公平交易法 公民會也沒處理啊 很像國家沒這個單位啊 那麼第八個 Uber說違反營業的項目登記 偷偷的進行運輸業務 投審會很像視若無睹啊 那第九項 他說每一趟車資要收25%的稅 財政部也沒管啊 所以他的訴求 交通部要依法行政 那我們行政官員講我們依法行政 你怎麼依法行政啊 第二個部分就是 他說要重成 Uber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公民會也沒動作啊 那第三個是 外國人投資條例 你要撤銷和商的這個 這個許可啊 因為他違法嘛 也沒撤銷啊 那第四個是 逃入稅的行為 財政部要不要去查 第五個是 要提高 他們的訴求提高法環 那麼我在公路法第77條的第二第三 78條的第一項 也做修法的動作 我希望齁 這公路法 77-1 77-2-3 78-1 這個修啦 我們要 交通部要嚴格執行 那我請范市長齁 你說明一下 賀成任部長在 台北之音接受訪問 所以讓Uber 在台灣合法 你說一下看看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 也許媒體有一些誤解 事實上我們部長還是強調 在這個Uber沒有合法化之間的話 還是一樣的依法要取締 這次才是重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推一個所謂的 台灣版的Uber 就是希望說 鬆綁現在的法令 包括顏色啦 包括費力啦 包括他的這個 好沒關係 那台灣版的Uber 是什麼咧 能不能請林市長 你有什麼構想沒有 好 我想部長對 接受記者的訪問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 這段時間內部也在 規劃遠離 所謂的多元化計程車 也是剛才 社長 跟委員報告的 我們會透過 現有法令的一個鬆綁 讓我們的計程車業界 他可以在包括他的車輛 包括他的費率 包括未來的一些服務的 一個方式上面 可以來跟 提供跟Uber 類似 這樣的一個 具有競爭力的一個 服務的品質的一個 經營的一個 彈性空間 那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 目前 大概跟我們業界的工會 還有跟我們 這個學界 那你們對這個Uber 資格的審查 只是上傳網路來 資料來 我就核准他了 這個當然不可能 因為我們整個 對於經營這個 所謂的 汽車運輸 包括比如說 計程車客人員 這個計程車司機的 這個資格 當然還是要符合 我們這個 現有的 這個 嚴格審查的規定 李市長我告訴你 前天 跟他們開了檢討會 裡面所提到的 投資審會 在一個月真的要撤銷他們的 撤銷這個 和商 與伯證照的 是 這個這個這個資格 是 你這個要落實 是我們 財政部查稅也要落實 是 你們交通部要依法行政 你要落實 是 你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 是 你如果靠底下的建議所去查 是 你根本查不到的 你根本查不到的 是我們非常感謝委員 我想 針對 接下來各個部會 可以共同 就權責的部分 來積極 來做一個 這個Uber的這個 違規 李市長我再告訴你 今天早上 騎乘車業者又打電話給我了 他說 前天 開了檢討會 看起來 很像交通部 蠻有誠意的 但是昨天 賀成部長 接受電台訪問以後 很像又不是這樣 他們預計在八月以後 還要發動全台灣最大規模的遊行 那時候 場面就失控了 我第一次第二次已經幫你們解圍了 我希望你們在這個方面 你在處理Uber的事情 務必要小心一點 我想賀成部長 既然有指示了 台灣版的Uber 當然在偏鄉離島 有一些是需要這個Uber的行業存在 但是當然你們也不要默示了 計程車八千萬人 八萬人 他們的生計這很重要 所以我拜託我們 范市長 回去跟部長報告一下 林市長 你在演你這項動作的時候 你要務必的小心 務必的小心 希望能夠跟我做個商量 為什麼 因為計程車業者 又在發動了 又在發動了 好不好 下一次的規模絕對不是這樣 謝謝委員 我回去會 這個一五一十跟部長做報告 好 那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陳學生委員 請不要離開 我們質詢完要處理陸屏的七十二條 謝謝 請李坤這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主席請一下次長 請范次長 李委員好 市長你好 有關於今天公路法相關的修正的提案 都是攸關我們全國人民的權益 以及安全的一個基本的保障 那我們希望交通部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 不要站在官方消極官僚的態度來處理 那我們今天要跟次長來討論的是有關於更高層級的 有關於人民的安全相關的交通運輸 這幾年來 國內外都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交通廠站 或是交通系統遭受惡意的攻擊或是隨機或是恐怖攻擊等等 都發生很大的傷亡或是造成人民很大的一個恐慌 我們看國內這四年來高鐵捷運台鐵都相關發生了炸彈 或者是捷運的攻擊甚至是台鐵今年的這樣的一個令人遺憾的爆炸的商人事件 都造成很大的一個傷亡 另外國外單單以今年來講 機場就發生了兩件這樣的一個恐怖攻擊 也造成了77的死亡 77人的死亡 500多人的受傷 那國內外的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場站 它進出的人數都非常的多 我們單單以我們台灣 以我們的相關的交通運輸的場站 我們看台北高雄捷運每天這樣的一個運輸 是高達220萬人次 台鐵每天有63萬 高鐵每天有15萬 航空機場大概有18萬 我們每天這些重要的交通設施場站 每天出入的人潮是高達318萬 那最擁擠的當然就是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有台鐵高鐵捷運 甚至它裡面還附設有商場跟餐廳 那其實外部出入的人潮是非常的多 這樣的一個交通的安全 場站設施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邊要來跟市長來說明的就是說 美國運輸部的情報與安全辦公室 他們就去分析有三分之一恐怖攻擊的這樣的一個比例 都設定在大眾運輸系統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它有出入人潮非常的多 而且攻擊的時候會容易造成民眾的恐慌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要注重安全啊 安檢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們國內 不管是高鐵台鐵機場 目前只有機場有安檢對不對 請簡單說明一下 是 而且我們台灣機場安檢的松散 也是國際知名嘛 對不對 還發生過把柴油桶當成蜂蜜 那小熊為你會氣死啊 還把活貓來當成壓賞 這種造成國際對台灣安檢不安全的這種印象 對台灣的形象傷害非常的多 那單單以機場安全的人數來看啊 我們現在機場安檢人數的不足啊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看到 機場的安檢人力訓練跟原額 嚴重的不足 那我們現在有安全檢查大隊 保安檢查大隊 刑警大隊 他們要負責行李的安全檢查 違禁品的這樣一個採驗 爆裂物的採驗 機場違安等等 那這些安全檢查大隊 或者是保安檢查大隊 或者是刑警大隊 現在原額總共是947人 那編制原額啊 是20年來都沒有更動 那旅運的成長 它是成長了5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僅造成工作人員 它的負荷負擔的增加 其實也危及我們乘客的安全 那依照安全檢查原額的設置決定 合理的人力至少要有1371人 那缺額目前是高達424人 所以造成我們 以陶基的安全檢查員來看 你看陶基要負責啊 42862人 那新加坡的張禮機場 它只負責15843人 香港的機場 負責18693人 每個人要負責的 我們的負荷是這麼重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這個交通部跟警政署啊 必須要趕快去檢討相關的人力 這個請市長檢查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喔 機場這一個這個 航空檢查局的 人力部署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在這一段時間呢 一直有跟這個 包括這個行政院 還有人事總署去跟他們反應 這部分目前還在臭傷之中啦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整個安全的工作 這只是以機場安檢回歷啊 那我們相關 我剛才提到的台北車站 每天有百萬的人潮出入 台鐵 高鐵 捷運 餐廳 商場 這樣的一個重大的出入啊 我們必須要能夠建立 安全的一個機制 跟警力的這樣的一個巡邏 能夠提升我們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安全 我們交通部啊 我認為應該要檢討啊 我們大眾運輸系統啊 相關的要求跟設施 安全的要求跟設施 我在這邊啊 來簡單的來要求啊 就是說 我們對於重要的車站 必須要部署啊 警力跟警權 這個部分啊 市長要記錄下來 是 就是說要裝置密集的攝影機 來追蹤可疑的這樣的一個人員 來保障這樣相關的一個安全 另外要擬定快速疏散乘客的路線 以及防暴的安全區域 另外重要的通道及機電設施 應該要有辨識系統 防止外力的入侵 另外加強定期及不定期的安全巡邏 另外減少車站垃圾桶的數量 要降低被放置爆裂物的機會 這是我們對交通部的建議跟要求 這其實也是美國運輸安全 安全局的 他們一個基本的要求跟基準 這個請市長簡單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非常非常謝謝委員這些建議 像這一個我舉例來講 攝影機這一部分 這一次這個台鐵發生這個事情以後呢 事實上他們也有跟鐵路警察局相關的單位 就它現在設的8000次的這個攝影機內 重新檢討它的這個定位 跟它的這個這個設置的位置跟方向 那像這個垃圾桶的部分的話 過去我們也是盡量採購這個透明化的垃圾桶 一方面減量 一方面就是設置個透明化的垃圾桶 這個台鐵高鐵都在做 捷運現在也在可能也一起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要加強對旅客安全的保障 現在交通部的組織法第26條 英文規定我們要設立交通動員委員會 對不對 交通動員委員會是由部長跟政次 來擔任重要的一個職位 那這個部分我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這個動員委員會 對於安全都是書面的查核流於形勢 這對人民的安全有保障嗎 另外有關於相關的交通動員委員會 他是以天災為主 他對這些場站設施的安全 以及相關系統的安全 其實是比較沒有注重的 這對這幾年來我們看到像這種高鐵放置炸彈 或者是鄭傑的殺人事件 郭彥均的殺人事件 台鐵的爆裂物事件 其實我們交通動員委員會 必須要提高他的一個查核的相關的事項 你看美國的運輸部 美國的運輸部還設有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情報與安全辦公室 美國的運輸部還設有安全局相關的這樣的一個基本的機構 我們現在目前只有這樣的一個動員委員會流於形勢 書面的查核以天災為主啊 這已經無法保障社會大眾 每天有300多萬人次出入重大的交通場站設施 這個我要求交通部 必須在一個月內提出相關的一個檢討報告 針對目前我們這些缺失以及未來要改進的 這要提出檢討報告 市長有沒有問題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也沒有問題 而且我要報告的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交通動員委員會 雖然只是一個任務編組 但是他的整個的工作的內容 跟他的這個範圍 也開始在慢慢在轉型 過去沒有錯是以這個 這個防災為主 現在對於這種危害這個 這個人安的事件 還有這個類似反恐的工作呢 在行政院的國土辦公室的指導之下 已經開始 開始在做轉型的工作 相關的辦法現在也是密集在定定 這個部分我會一再的要求 這也是這幾年來我們在要求 對於國內外旅客安全的一個基本保障 交通部必須要做好 應該有的全面的一個準備 來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好 謝謝委員 我們接著請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 他剛剛是在兩分鐘嗎 沒有 黃偉哲委員不在場 請陳明文 陳明文 陳明文委員不在場 請江啟臣委員 江啟臣 江啟臣委員不在場 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 孔文吉 孔文吉委員不在場 請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 黃昭順委員不在場 請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不在場 請賴施寶委員 請徐又民委員 徐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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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又 republic 井家兵委員 請 蔡実家兵委員 請 賴瑞龍 賴瑞龍 蔡 expanding 徐 wen 徐郭勇 徐郭勇不在场 请罗明才委员不在场 请张丽善委员不在场 请周承秀霞委员不在场 请王惠美委员不在场 请陈奈树美委员不在场 请吕玉玲委员不在场 请高津树美委员不在场 请邱毅盈委员不在场 请吕玉玲委员不在场 徐郭勇委员不在场 请徐郭勇委员不在场 徐郭勇委员 主席好 麻烦请我们的交通部 請交通部哪位 次長嗎 次長 請范次長 還有我們公路總局 趙局長 齊委員好 這個次長好 局長好 因為只有五分鐘 所以長話短說 第一個感謝 感謝我們災後 我們對於花東境內的交通 屬於公路總局的部分 來進行改善 還有速速的修建的部分 永峰大橋的部分 還有以及我們 峰南大橋的部分 那峰南大橋真的謝謝 我們現在河底的便道 現在要做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 因為也協助了香公所在做 我們花82的 那個香道的部分 來協助趕快清運 但是那個 我們從富南 我們那個部落 因為要走到池上 再回帶走台九線回花蓮 所以這個其實蠻遠的 後來我們這個總局 我們的趙局長又想到一個就是 將我們的農路讓它鋪設 趕快來讓它完成 因為現在是我們要插秧的時候 所以如果山上又有大雨 我們永峰大橋那個河底的便道 又會淹掉了 所以我們謝謝公路總局全力的協助 在這裡謝謝 那另外呢就是在這裡漢本遺址的部分 我們現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有開會 那我們現在行政院又說如期如職來完工 現在就是第一個如果我們我們文化部一直在討論我們遺址如何去保存 但是我們把這個時間拖得很長 壓縮了我們公路總局的工程單位的施工的日期的話 會不會造成勞難問題 會不會造成我們這個工作 騎乘上品質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們交通部一定要 在站在一個主導的地位 讓我們行政院說的如期如職來完工 讓它真的來做好不好 好這個部分 因為只有剩兩分鐘 所以其他的就請我們的次長還有我們的局長 幫忙書面回答 另外就是要體這個體會到也體查到 公路我們的職這個工程單位第一線 我們的這個勞工的聲音好不好 我們一直把時間一直壓縮給他們 那我們這邊行政院又說要如期要如職 我們怎麼樣如期如職 所以是不是要讓文化部那邊時間要縮短好不好 另外就是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治標還是治本 意思說我們其他的五段的瓶頸道路 我們邊刷波還有這個我們做監測系統 但是這都不是治本的工作 治本的工作還是我們在五段的瓶頸路段 還是要做好不好 所以蘇花改的二期 本席知道我們在這個去年也開始做評估了 所以這個評估報告趕快出來 讓二期能趕快來設計 來趕快來做 好不好 可以嗎 這個可欣欣的報告已經在做了 那評估的工作已經在做了 是已經在做 那趕快好嗎 加速好嗎 因為其實鄉親期待的就是二期 還有我們蘇花改善道路 能全線安全回家的路讓他完成 相信我們這個局長在開路先鋒廟的時候 在那邊拜拜的時候 後來我們的蘇花改 又一塊大石頭掉下來對不對 很恐怖吧 是吧 所以花東人就是那個心情 好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鐵路的部分 鐵路的部分 這次又發生了狀況 所以在這裡我們不樂見未來會再發生 可是我們的SOP一定要把它準備好 我們周邊的可以應用的名利交通 真的要先把它讓它準備好 才有辦法應付這個耽誤到乘客 還有疏散疏通我們乘客的最短 用最短的時間來疏通好不好 在這裡SOP要做好 另外就是我們Uber的部分 我們現在每次我們交通部都在Uber Uber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對於合法的計程車業者 還有出租業者 我們服務的品質的提升 我們一直說交通部要幫忙業者提升再提升 可是好像現在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那您要如何來做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說明 這個 針對Uber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現在 定有一個多元化的計程車方案 最重要的就是剛剛委員提到 第一個要提升它的服務品質 第二個的話就是 要做一些法令的鬆綁 讓它整個的這個 我們現在對合法的業者 你要怎麼提升它的品質 就是針對合法的業者 對 合法的業者 你要如何提升 你提升就是提升兩個字 如何提升 沒有看到落實的方案 這個一個草案已經出來了 草案出來了 對 那有跟我們的合法計程業者 已經溝通了嗎 都有 都在溝通 不要到時候又抗議 另外我們現在對於今天的 我們要審的法的部分 隨由徵收的部分 我們部理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的立場是怎麼樣 因為鄉親一直希望使用者付費 所以我們現在交通部的 立場是怎麼樣 我們希望通盤考量 將來並這個財政部 在你的能源稅這部分 一起來做這個制度的變更 所以通盤考量還要跟財政部 會是不是 所以哪時候才能出來呢 現在這個財政部這部分 我們也一直有跟他在溝通 是啊 你們各部會說溝通溝通 那五十年前的案子 到現在還在拖著嘛 是不是 麻煩請儘速好嗎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現在登記質詢的委員均有發言完畢 另做以下處理 委員鄭寶欽 質詢令提書面補充意見 委員林德福 第二條的入評專案 林俊憲委員的公主法第72條條文修正草案呢 雖然有修正版 還有林委員的版本 林委員版本是具體把入評的標準 來寫入法條裡面 而行政院是想利用辦法定資 但是他利用辦法的辦法也還沒有做出來 所以呢我建議此條就整條送朝野協商出委員會 那個就是給你們行政部門一個時間把你們辦法列出來 在朝野協商的時候具體的辦法如果出來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接受你的修正動議 否則的話我們就知道林俊憲委員的 把標準列入法條裡面去處理 我今天準備這樣做就不用浪費大家時間 所以72條就讓他一讀通過 並按一讀出委員會啦不是通過 並按送朝野協商好不好 林俊憲委員 那請交通部講清楚你大概準備怎麼做 你準備把它改為什麼樣的 如果沒有罰 給交通部一支麥克風好不好 法律規定的強制性的話 我跟委員會報告 我們部裡面有訂頒交通工程規範 這個規範裡面我們就會把這一個標準 我們都有訂在包括那個平整度 跟這個所謂的抗滑度 我們會訂在這個交通工程規範裡面 那未來這個法條就是他如果沒有達到 這個交通工程規範的標準就是要處罰 就按照委員提案 你本來就有訂規範 那現行規範有沒有訂 有訂啊 現在就有那個標線的部分 主席是這樣 因為他們訂那個規範 就是他們交通部內部認定的規範 所以交通部官官相互 交通部如果不堅持的話 那台電像那台水那個孔蓋 就隨隨便便 幫我們現在是罰則 我們現在如果在公共有罰則 我們變成就可以開罰 你要訂有法律根據 那你們可以依法執行 那我也強迫也必須要讓你們交通部 必須要強迫你們交通部要嚴格去要求 相關單位 有些恐慨下地 我知道台電台水這邊都會來遊說拜託你們 因為我們沒有訂時間限制 他們可以逐年編列預算 逐年去改善 跟委員會報告 這個交通公共規範 它的依據也是公務法授權訂定的 所以它事實上也有它的效率 規範的效率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再加上我們這次公務法 712的修法 訂定罰則的話 那事實上就已經有標準有在 也有後續沒有違反的時候的罰則 都可以來處理 我們今天先依那個月經主席 剛剛的財事 那再請交通部把那個提出來 好 到時候我們大家來看看 好 那我們就具體一點 就是這樣 我們72條林居信委員的提案 就出委員會送草野協商 草野協商之前請交通部 把訂定的辦法 一併送草野協商 另外徐政委委員的質詢 另外有書面補充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那其他的我們就暫時不處理 好 其他案先不處理 因為他們說 來 你可以講 趙偉 有關於我提案的第75條修正案 那剛才跟那個 跟公路總局的局長討論過 是不是應該是欠繳金額 累積達新台幣300元以上者 才處理 這個好像他們可以同意 75條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那900元 900元 900元 可以嗎 好 我們75條通過 對 照修正容易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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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條 就是第4案75條 來 快快 有麥克風在你桌上 有什麼意見快說 還有條文 趙偉 我的這三條 我們先61條之一 還有62條之一 就一起來嗎 公路總局 你要說什麼 我不是說給他們這邊一支麥克風嗎 報告委員 那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我們市裡面 剛剛考量是說 因事百錘 因為它還有幾種試驗方法 都在規範裡面都有 那如果這邊只單列一個的話 可能不適當 如果這文字把它改成是說 我們那個倒數2是6 這個平整 你是79條嗎 不是不是 那個第72條的部分 72條的部分 還要朝野協商你在說什麼 朝野協商在說 第4案要不要協商 第4案不用他們答應了 怎樣 趙正元委員 61條之一 61條 62條之一 62條之一是什麼 61條之一啊 所有徵收是27條 不是 來 61條之一是 啊 汽車檢驗跟汽車駕駛考驗 考驗 沒有證照的 交通部 61條之一 這跟委員會報告那個 修正動議嘛 齁 那個 我們是建議 呃 第三 第三項 第四項 那個文字 那個文字是不是可以 足以修訂為 前向汽車修復技工 之檢定方式 把那個與汽車修復技術士 這幾個文字 刪除 因為這個部分已經在 勞動部的相關規律裡面有 都有了嘛 是 所以我們就只有汽車修復技工 好 這個今天沒有辦法處理啦 趙委員 因為水友徵收的關係 61條不是只有那個 所以沒有辦法處理 他是支一啦 他是支一啦 支一 但是他這個 趙委員是整個案子有三個條位 他的67條不通過沒關係 他的61條要通過 但是也沒辦法送出去 為什麼沒有辦法 這27條不要送出去 他一個提案 他一個提案有三個條位 他只跟提案有三個條位 對啊 用不通過啊 用不通過啊 用不通過的方式 可是用不通過就變成我們 我們讓他不通過 那麥龍還留著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留在我 不是我問政委員 因為你一個包裹有三條 趙委員 對不起 對不起 有三條 現在如果要審你的61條之一的話 那其他兩條用不通過 來處理 那不通過 就推到我們這邊來了 對 這樣變成我們不通過 我們其實是想讓他通過 要讓他通過 所以我們照麥瑞龍委員的版本 我們給他留著 還是有水友徵收 可是你的 我們給他不通過 我建議你這樣啦 你下次再單獨提這一條啦 要不然這樣 對你不好 對本委員會也不好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只有處理72條跟79條 好 那因為我們台灣的宣讀 是要用三條的事情 好 好 先寫 等一下 你要我先念哪一個 不是我們現在 這個就是結論 但是我們之前沒有寫 好啦 好啦 調個先 調個念入紀錄 你現在 對嘛 就是這樣對啦 先唸這個 等一下那個要唸一唸還先唸 唸這個 沒有到下面協商 我們在上面協商 好 我們針對本次的會議紀錄 會議做如下決議 一說明及尋答完畢 二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四案審查玩具 凝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討論權第三案 須送交黨團協商 第四案不需要 討論時由本會召集委員月議經 補充說明 討論事項的第一案 第二案定期繼續審查 委員於諮詢中要求相關書面資料 或為其答覆部分 請交通部相關單位 盡數以書面答覆 第五 召委業議經所提出的修正動議 這什麼字啊 列入紀錄 等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都列入紀錄了 那剛才議事人員沒有宣讀修正動議 我們就讓行政部門跟議事人員去做文字的修正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裡結束 散會 對 好 我剛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不是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宣讀修正動議 我们就是一边让他宣读 一边宣读条文 没有关系啊 我们把列日记录好 我们把广告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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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